一身帅气的西装搭配着精致的小卷发再配上专属墨镜 幽默风趣的外表下 却是一个实力与智商双在线的律师 而且还只收一千元委托费无一败金 这么牛掰的律师你见过吗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部韩国高人气率证据千元律师 脾帅脾帅的男主签律师化身正义 深入底层社会帮助平民百姓伸张正义 虽然看起来十分不靠谱 但实力确实非常硬核 故事的开始 一个醉醺醺男人走投无路地站在了大桥高处 他准备从这里跳下去结束自己的一生 而此时的天台下已经围满了警察和围观的群众 不管警察怎么劝说男人就是不下来 然后就在这时一个戴着墨镜 气宇不凡的帅哥朝着高处走了过去 在所有人都没注意时 他静悄悄地来到男人身边 男人在看他后显得情绪很激动 他以为对方是来讨债的吓得连连后头 直到摊坐在桥上男人说明了自己是个律师 他也是到受到委托才来的诊 男人才想起来前几天被人追债躲进厕所时 他无意间看到了一个只收一千元律师费的小广告 所以抱着侥幸的心理才打过去电话 而赶到桥上的律师名叫千志勋 再了解了男人之所以跳楼是因为曾经借了三千万 可现在收账人却要求他连本带锡归还衣 他根本无力偿还 所以走投无路才会想不开 听完男人说清楚事情的原文后 千律师接下来这个案子 委托人有些不敢相信他只收一千元 所以将自己身上的钱全都拿了出来 可千律师却只笑着从中拿取了一千块钱 随后第二天千律师便带着朋友老金着手开始调查 他们先是来到了办高利贷的公司 结果进去时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千律师也是毫不客气直接坐了下来 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 他看着墙上的外卖订单 直接点了两份外卖决定一边吃一边等 可高利贷的公司的人还没等来 就等来了一群检察官 带头的实习生恩美以为两人就是高利贷公司的人 旁边陪同着千律师一起来的老金立刻站起来解释 可见恩美根本就没在意对方说的话 反而盯着一直吃炸酱面的千律师 看到千律师不理会自己 还在自顾自地吃着炸酱面 他就一脸嫌弃 便误把千律师当成了高利贷流氓 于是直接抢过了他的炸酱面碗面扣在了桌子上 千律师也是一脸猛逼 自己又没得罪他为什么扣自己的炸酱面 他只是来这一个地方吃个饭 又不是这边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而此时的恩美才意识到自己是误会了 为了打破这种尴尬 他主动亮出自己的身份 表明自己是来是检察官 是来调查这里高利贷的借款问题的 说完之后便立刻带着两个同事开始搜查了起来 千律师很清楚 如果真的让他们找到了点什么 将这群借高利贷的人抓走 那么自己委托人的那些债款就永远追不回 然而就在这时真正借高利贷的人回来了 千律师知道机会来了 于是向借高利贷的人说出了恩美等人是检察官 如果让他们真的找出了点什么 那么他们这群人可能面临的就是牢狱之灾 男人听到这话立刻就慌 那祈求恩美能往开一面放他一满 可恩美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借高利贷的流氓 对他们又怎么会手软 然而就在这时一旁的千律师又再次发话 他给男人出了个主意 对于现在他们这种情况其实解决办法很简单 只需要请一个律师就可以轻松解决 随后又趁机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表示眼前现成的就只一个 这一波自我推销简直绝了 可对于收取高利贷的这伙人 千律师可就不是简简单单 只收取一千块律师费这么简单 他直接做得起价说出了一个让男人可以接受的 又无法拒绝的价格 男人因为现在情况紧急也不得不同一下 随后的千律师便直接就地上稿 开始和恩美交涉了起来 他拿过了恩美的调查令仔细地看了起来 随后又看了看手表和外面的西洋 然后对恩美说他的调查令有问题 恩美一脸不屑地笑了起来 他这份调查令合法合规根本没有毫无破绽 根本就不相信千律师所说的有问题 然而千律师却表示搜查令本身没有问题 但他所开的这份只是白天的搜查令 而现在是晚上七点已经属于夜间活动 所以不适应 恩美听到千律师的话脸色一遍 他这才明白前面是刚刚做的一切都是在拖延时间 就这样被千律师摆了一道 恩美带着同事气急败坏地离开 而千律师则是拿着计算机重新坐回沙发上 开始计算自己今天出厂的费用 只见他一边计算一边说道 今天的聘用费是500万 专业的法律代理费5000万出厂调解费4000万 再加上日后的法律咨询费500万 总价值正好是之前男人欠高利贷的所有欠款意义 而想到这里千律师又加上了一笔费用 那就是自己今天的晚上那碗杂酱面的钱 也要算在高利贷这群人头上 所以总共是103万 最后千律师的委托人 不但不用支付自己所欠下的债务 反而还拿到了3万块钱的补偿 而在众人离开之时千律师还顺手打一打 在被对方拦下来时 直接和老金一口同声表示加班费 随后走出来委托人不断地感谢千律师 他本打算将手里的钱全部报答千律师 还把将自己刚才从高利贷那里拿了顺来的钱 又放到了男人的袋子里 希望他能够从今天开始振作起来 好好的生活 如果以后遇到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来找他 说完便潇洒地转身离开 听完千律师这么说男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对着千律师深深地拒了一攻 而就是这样一个助人为乐只收千元律师费的律师 却是一个连房租都交不起 还要四处躲着房东的正义使者 而这天他们的律师事务所又来了一个新的委托人 女人名叫阿雅 这次来是为了他的丈夫 就因为丈夫在厕所时扶了一个喝醉的男人 男人就诬陷他偷了他的钱包 丈夫因此被送到了警局 刚听到事情的原委后千律师本以为非常简单 可当看到男人资料后发现 男人竟然有四次盗窃的案件 这换成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相信 男人当时没偷东西 千律师本想拒绝这次的案子 可当他来到委托人女儿的病房时 看到一家三口幸福的照片 而且还得知他们的女儿患有心脏病马上就要做手术 如果男人这次再入狱的话 那母女俩又应该怎么生活下去 想到这里千律师还是决定接下这个案子 看着面前的小女孩 千律师鼓励她好好吃饭好好治疗 并保证很快就会将她的父亲救出来 而阿雅也相信这次老公绝对没有偷东西 因为她前两天才和自己保证过绝对不会再偷东西 而且为了下定决心还用石头砸伤了手 之所以这次会被判定为偷窃是因为她之前的案子 随后等到两人准备离开医院去案发现场查看时 却正好遇到了阿雅在前台 因为孩子要做手术的费用而发愁 老金实在看不下去了选择了帮忙 可当她看到手术详情单上写着1300万时 顿时觉得腿脚发软 现在她也穷得连律师事务所的房租都交不起 更别说这1300万 可刚刚都夸下海口了 碍于面子她还是含着泪交清了手术费 随后的两人便来到了男人出事的公共厕所 为了验证男人是否偷窃 两人决定将男人当时发生的情况 再又重新再演一遍 于是他们在厕所内足足等了一个上午 终于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喝醉的男子 签律师看着男人亮亮呛呛即将要滑倒时 主动上前扶住了男人 刚开始一切都很正常 可为了验证签律师直接将手伸进了男人的衣服 当着对方的面将钱包拿了出来 这下两人彻底闹到了警局 无论签律师如何解释 但对方和警察都不相信 直到签律师说明自己的身份是名律师后 对方的态度才发生了180度的大准变 立刻改口这事只是一场误会 等到几人和解出来之后 男人更是主动贴了上来地上了自己的名片 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一遍 因为他们是律师两人之间就解除了误会 但如果是换成有四次前科的男人 却直接被扣押了下来 这明显就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完全是一种不公正的现象 而与此同时审讯室内 负责这次案子的还是检察官恩美 他在看完男人的资料后 完完全全觉得男人是在撒谎 毕竟他曾经有过四次的偷窃机会 而且去上次出狱才不到两个月 就算他心里已经有了改变 或者没有这个想法 但手可能也会不自觉地伸过去也不一定 这句话让男人瞬间哑口无言 可无论他再怎么解释自己没有盗窃 恩美却依然不愿相信他 他让男人可以如果想早点出去 就自写下火锅书 但如果一旦写下也就相当于男人认罪 男人想起入狱之前 曾经答应过女儿一定会陪他过一个生日 知道没有人愿意相信自己 所以他还是按照恩美的要求写下了火锅书 希望这次法官能够从轻处理 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二天拿到毁国书的恩美还在沾沾自喜 事情已经被自己顺利解决好 就听到旁边的前辈好心提醒他 因为这次男人不是第一次偷棄 就算是他写了毁国书如果现在认罪 加重处罚的惯犯也不会获得减刑的 恩美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把这一点给忽略掉 但既然这件事情男人已经写了毁国书 认罪就没有必要再追继续追究下去 然而等到第二天 他就怒气冲冲地再次回到了办公室 询问前辈对方律师究竟怎么想的 既然男人已经认罪了 为什么要申请国民陪审 他觉得对方的律师完全就是脑子有问题 甚至根本就不配做一个律师 然而随着前辈眼神的扫射 对方的律师正坐在他身后听着这一切 千律师慢慢转过头来 这才发现一直在骂他的那个母亲 竟然是上次案件中从他这里吃了亏的检察官 而恩美通过前辈口中才得知 原来曾经的千律师也是一名检察官 两人之前还是很好的朋友 只是后来转岗成为了一名律师 所以按照辈分来说 恩美还要称呼千律师一声前辈 可此时的恩美看天律师哪里都不顺眼 于是两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当面的对了起来 恩美见自己吵不过千律师 直接拿出了昨天男人签下的回过书 可没想到话还没说完 千律师就直接拿过回过书将他撕掉 并且还说这是自己委托人嘱咐他的 这件事情也让两人彻底结下了梁子 走时千律师还不忘提醒恩美 记得看一下桌子上摆放的那本书 108页内容 随后的几天两人都在抓紧时间的准备 千律师一直在苦恼该以挑选怎样的陪审团 又该怎么让他们相信男人并没有偷情 恩美为了能够打败千律师也在抓紧调查 甚至有时都在办公室那过夜 很快就到了开庭审理的日子 两个冤家在法院门口见面 可美很好奇千律师手中提着一个奇怪的盒子 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可千律师却表示这是一个秘密 庭审的现场男人已经是被第五次带上了法庭 就连法官都不相信他 男人崩溃地站起身发泄自己被冤枉的情况 可除了千律师之外没有人愿意相信他 千律师为男人冷静下来 安慰男人自己一定会还他一个公报 而且律师之所以如此相信男人 是因为他之前去看守所见过男人 并且让他以女儿的名义发誓说的绝对不是谎言 他相信人都是有感情的 就算男人真的是恶不舍 他也不可能拿自己犯心脏病的女儿来发誓说话 很快就到了提问环节 作为这次和千律师站在对立面的恩典 他按照自己提前计划好的向陪审团发出了提问 随后轮到千律师时他放弃提问机会 而是询问起了陪审团是喜欢吃蒸饺还是喜欢吃尖饺 这句话引得陪审团忍不住地笑起来 就连恩美都一脸猛逼他这是什么套路 随后又到了证人作证的环节 因为当时的公共厕所被告人和原告两人 所以原告也是证人他出庭作证指认男人是小朋友 因为男人当时在扶住他时 在手刚好放在他的钱包上 随后千律师询问男人当时是否有喝酒 因为在案件的调查记录上表示 当警方询问他时他表示自己喝了两杯啤酒 男人对此也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但只是啤酒也只是微醺的状态并没有失去意识 见男人不肯说实话千律师再次询问他 难道只喝了啤酒吗 没有在里面掺杂白酒吗 男人有些心虚但还是肯定的回答一滴都没有 随后千律师便直接放出了一段监控视频 视频中正是当时男人和朋友在餐厅吃饭的画面 从监控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男人桌上当时摆放着大量的白酒 而且还将两种酒掺在一起喝 这样喝下去很可能导致人失去意识 所以也就证明他那天晚上是在意识不清醒时 可能会产生误会和错觉 随后的恩媒也直接站出来放出了一张委托人档案 曾经四次的偷盗记录都历历在目 甚至在上学时都见过监狱 像这样的人他的话又有几分可以信的 资料已被放出陪审团立刻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大部分人都不相信男人是没有偷盗 眼看法庭上的情形不对 千律师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关键性证据 那就是他带过来的那个盒子 在法官允许的情况下后他打开了盒子 结果里面却什么都没有 这也就证明着现在警方以及他们检察官 所有的人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男人有偷盗行为 这一切也只不过是他们戴着有色眼镜 对他委托人的的猜测 可恩媒却不会这么轻易地被他蒙逼 他表示偷盗未遂的话确实没有直接证据 但间接证据也可以证明男人有过这种行为 竟然这样千律师顺着巴他的话提出 让男人和自己演示一下当时发生的情况 他让男人站在了法庭的中央 闭上眼睛想象着自己现在处于最久的状态 结果这话刚说完 站在背后的天律师就拿到了男人的钱包 而此时的男人却还在浑然不知 这就是神偷无影手的能力 如果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的委托人从男人身上偷到钱包他都没有察觉 那如果在当时还处于最久的情况下 那男人为什么当场能察觉 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委托人并没有偷东西 只是想出手单纯地辅助对方 而且在之前的各种案例上也可以看出 他每次被抓都是在偷到之后过了几天 却从来没有被当场抓捕 事实就摆在了眼前 恩美也拿不出更好的证据 在千律师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男人的清白 最终陪审团还是相信男人 法官当庭宣布男人无罪释放 而这也是恩美作为实习生第一次输掉官司 他的爷爷就坐在旁边的庭审席默默看着这一切 似乎对此也有了盘算 走出法院后男人对着千律师深深地锯了一躬 不仅是千律师对他的信任 还有两人之前对孩子的伸出援手帮忙垫付的医药费 男人表示自己一定会尽快偿还的 随后走出来的恩美也对千律师有了另外一种看法 他很敬佩千律师的才能 所以主动伸出了手表示了敬佩 而且因为他还需要恩美帮男人申请刑事补偿金 一般补偿金都是基本工资的五倍 加上男人被关36天 所以应该能拿到的钱是1300万左右 套着这笔钱男人的女儿就可以安心地治疗了 一家三口也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而这件事情结束后 恩美也结束了他在检察院的实习工作 他穿着一身粉衣打扮利落 带着几个一起毕业的好闺蜜去见了自己的爷爷 爷爷是当地有名的财阀 而是还经营的当地最大的律师事务所 而恩美也是妥妥的白富美 得知几人实习结束的 爷爷给每个人都安排了合适的工作 但对亲孙女恩美他却另有安排 他交给了恩美一个实习的弟弟 表示如果他能在那个地方待够两个月 就算真正地经得起自己的考验 接过纸条的恩美信心满满 当天就开着车赶到了爷爷给他的位置 可刚下车他就意识到了不对 不同于他见过的所有律所 这个律所所开在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镇上 周围全都是居民房 根本就没有什么商业的痕迹 而是一下车所有人都用一样的眼光上下打扰 他怀着忐忑的心情走上了二楼的律师事务所 结果站在楼道里 就听到一个大婶正在对着事务所破口大骂 他害怕地躲在一旁 等到大婶走后这才缓缓地走过去 可此时律所房门紧闭根本就像没有人的样子 看着这破烂不开的门牌恩美有了退缩的打算 他快速地朝着楼下赶去 可刚走两步身后的门竟然打开了 两颗脑袋探了出来左右观察 再看到楼道内的大婶已经走了 而此时还站着一个女人 还以为是房东的女儿呢 于是又躲了进去 而此时停住脚背部的恩美 想起了爷爷说过的话 自己必须在这个地方待够两个月 才可以回到自家的律所 他硬着头皮又折返了回去 随后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 可房间里的景象让他都有些怀疑人生啊 地上到处都是垃圾和水平 桌上也是杂乱不堪 还有吃完没扔的外卖盒 这哪里是一个事务所的样子 在他眼里完完全全就是个难民营 他看到了躲藏在桌子下 两个鬼鬼祟祟的男人 率先开口说话喊出两个 等到两人站起来这才看清楚 对方不就是前两天才在案子上 赢了自己的签律师吗 没想到冤家路窄 自己竟然要在他们的律所实习 随后坐下之后 恩美有些不好意思开口 说出自己的目的 但聪明的签律师是很清楚 恩美一个实习检察官来这里 除了实习之外 根本不可能有其他原因 恩美见自己的目的 被拆穿有些尴尬 他觉得自己肯定是昏了头 才会来这里 急忙找了个借口就准备逃离 可刚走两步就想起来 自己的求职信落在了桌子上 等他再回头看去时 千律师两人已经打开了 信封准备查看里面的内容 他一时情急准备上去抢 却没注意到脚下的水平 就这样被绊倒 直接给两人行了个大礼 而后抢过信封 尴尬地想要离开 可尴尬的是信封里的内容 已经不见了 而此时的千律师 已经打开看到了求职报告 知道自己猜对了千律师 靠在了老金的肩膀上 对恩美发出了嘲笑 这尴尬的情况 让恩美恨不得找个地方钻下去 他气急败坏地离开了事务所 随后便怒气冲冲地找到了爷爷 询问他为什么非让自己 去千律师的事务所 然而爷爷却提起了 上次案子的事情 表示如果那件案子 换成是他自己来接管的话 他也不能赢得过千律师 而他之所以让恩美 去那家律师事务所实行 是因为千律师身上的才能和品质 是他们律所 所有律师身上 都不具备的才能和品质 他只希望恩美 能过去好好学习一下 只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他一定有新的答案 听了爷爷的话 恩美最终还是回到了事务所 并且趁千律师不在时 还将律所上上下下都打扫了一遍 态度也是发生了180度大转眼 对待千律师变得温柔懂事 无论千律师让他做什么 他都言听计从 但最终千律师还是拒绝了他 原因就是因为上次恩美 竟然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恩美还想对此进行解释 可千律师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为了能够搞定千律师留在律所 恩美也是想尽了办法 先是帮着千律师 解决掉了房东和各位牌友的纠纷 让千律师两人 暂时不用再为房租而发愁 第二天更是一早起来和老金一起 帮助千律师 深入基层收集民众的案子 老金对于恩美的到来 倒是十分高兴 因为有了恩美 他的工作也变得轻松了起来 可即使是恩美就做到这个地步 千律师还没还是没有同意 让他进入律所 而就在这天早上 千律师是接到了新单子 而委托人却只是一个小屁孩 他用一千韩元 请千律师吃了冰激凌 随后便和千律师 说起了自己的爷爷 原来他的爷爷在一个小区做保安 但小区的业主里 总有一个坏叔叔经常为难爷爷 不仅像使唤下人一样 让爷爷总给他搬东西各种东西 而且自己的车不小心刮到 还要怪罪在爷爷的头上 要求爷爷进行赔偿 爷爷因为没钱没事 所以一直在忍让 可男人反倒是变本加烈 甚至对待年长的爷爷 还动手狠狠地踩在他脚上 而这一幕幕也全都被小男孩看在眼里 他不想让自己的爷爷再受这种委屈 请求千律师能帮帮爷爷 千律师在听到男孩描述完爷爷的遭遇后 也是非常气愤 他决定和那小男孩一起过去了解一下情况 再好好整治一下这个坏叔叔 然而就在这时老金和恩美 在基层调查完成后也赶了回来 于是几人一起前往了爷爷工作的小区 千律师找到了爷爷和他进行交谈 可以听到是自己孙子为他请来的律师 爷爷连忙拒绝表示不需要什么委托 他表示自己一家生活本来就困难 这个工作也是好不容易找到的 他不想因为和业主之间打官司丢掉工作 而且他根本就没有钱可以打官司 而这时正当千律师准备给他解释清楚时 就看到一个男人开着车横冲直撞地 从几人面前进步 差一点就撞到了人 而男人在下车之后也并没有任何的情 而是一边打电话一边像使唤下人一样 招呼保安爷爷搬东西 千律师一看这情况立刻就明白 这个男人就是南海口中的坏叔叔 他主动上前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表示自己是保安爷爷的委托人 而男人在看到他之后也是一脸的不邪 甚至直接将名片捏碎扔在了地上 然后质问保安爷爷 既然有钱请律师没钱进行赔偿 千律师看到对方态度如此恶劣 也不再和他继续纠 而是蹲下来查看车上的刮痕 是保安爷爷留下的 所以有什么理由让保安爷爷对他进行赔偿 而男人却表示自己当天亲眼见过保安 推着个破三轮车从自己车旁经过 如果不是他那还能有谁 为了能够验证男人的猜测 千律师再次找来了上爷爷的推车 决定来一次情景在线 只见他按照男人当时所说的情况 将推车对准了男人的车就狠狠地撞了过去 这一撞直接给男人的保险杠都干掉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千律师这一操作下成表情包 男人更是被人物对着千律师就是破口大骂 这下好了保安爷爷的赔偿确实没有 而这件事情的所有责任也落在了千律师身上 但此时的千律师没有丝毫的惊讶和慌张 反而非常轻松地警告男人 以后不要再欺负保安爷爷 随后转头将一千元递给了恩美 表示自己将这件案子委托给他 现在自己就是委托人 如果恩美能够将这件事情办成 那么他就可以留在律所 而此时的恩美也是一脸的猛逼 千律师故意撞车已经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做的就是领培 还有什么必要请律师 但看着千律师一脸认真的样子 又回想起爷爷说过让自己实习两个月的话 他还是硬着头皮接了下来 随后的恩美便回到了律所开始想解决方案 而千律师律师也没有闲着 他来到了监狱探视了当地最大的财阀毛会长 原来毛会长一直很看重千律师的才能 直接让自己的秘书拿出了一整箱的现金 想要让委托千律师帮他负责自己的案子 可怜房租都交不起的千律师却直接拒绝 他表示自己可以去帮毛会长打官司 单位一个要求就是毛会长玩冰果游戏能领过他 这么奇葩的理由毛会长也是没有见过 随后两人便坐在一起开始了游戏 结果毛会长还没搞清楚游戏规则 千律师就已经完成了任务 很明显千律师就是不想要帮他 但他这次来监狱探视毛会长目的并不是为了捉弄他 而是想让毛会长帮他一个忙 原来他今天撞车的那个男人正是毛会长手下的员工 其实千律师嘴上说不管 但是他还是在背后默默地观察着恩美的东西 所以对他有了一种看不起的想法 心想他也并不是那么正直 而且律师给他出的难题 他想尽办法也没有一个完美的计划 于是决定破破罐子破摔 他为千律师找了四种方案 第一种就是他拿五百万去和解 但千律师却表示如果他能拿五百万去和解 从一开始就不会聘用恩美作为他的律师 随后恩美提出的第二个办法 那就是让律师主动去自首 自己去监狱里蹲几天事情自然就解决了 但如果千律师去蹲橘子 那么恩美又要和谁去实习呢 随后恩美又提出了第三个方案 那就是再去寻找一个大冤种 以更加疯狂的方式撞击男人的车辆 这样自然而然千律师的赔偿也就不存在了 听到他这么清奇的脑回路 千律师都不忍不住要给他鼓个掌 显然他提出的前三个方案 都没有站在委托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而是全都针对千律师本人提出来的 见到千律师都不满意 恩美干脆地提出了第四个方案 那就是他将一千块钱的委托费又重新还给千律师 大不了他这个律师不干 就算千律师要为男人也不至于这么刁钻吧 而且他一个顶级律师事务所的大小姐 想去哪家律所不是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解决他 说完这一切恩美感觉自己出了口温气 随后他拿着包便离开了事务所 看到他这样千律师显然有些失望 所以对恩美没有任何挽留 然后老金却追了出来 他很不舍恩美地离开 因为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帮手 他主动向恩美说起了关于自己曾经的一场案子 那也是他刚认识千律师的时候 那时工厂无情地压榨他们这群平民 许多像他一样的平民都奋气反抗 却遭到一顿毒打 他也是没钱才花了一千块钱聘用了千律师 可千律师不但没有拒绝 还反而任劳任怨 甚至在自己被殴打时还站出来替自己扛下了一切 当时的他也不明白千律师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从那之后他便一直跟着签了律师做助手 但直到今天他也不明白签帅律师为什么这么做 但经过这些年也了解了他 可能从一开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吧 而且无论什么案子 只要签律师接手都能顺利解决 老金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想劝恩美再仔细想一想 不要就这样轻易放弃 恩美表示自己会重新考虑一下 但现在却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还要继续 毕竟他刚刚在千律师面前放下狠话 可不能就这么轻易地又回去道歉 于是恩美回到了家 便和爷爷说起了今天发生的一切 可不料爷爷不但没有站在他这边 反而觉得千律师所做的一切都十分值得在上 这更加坚定了他让恩美去和千律师学习是没有错的 他让恩美仔细去观察千律师办案的方式 一个律师能从当律师到现在无一败解 一定是有什么过人的本领 而听到爷爷的话恩美也陷入了沉思 隔天一大早他就重新回到了事务所 还帮助千律师解决了房租交不上的问题 千律师虽然对恩美之前的做法有些失望 但他早就料到恩美还会回来 于是再一次拿出一千块钱交给了他 而且在这时事务所又来了一个新的委托人 男人是名司机经常受到领导的欺负 就连他开车经过儿童减速怠慢了一点 老板都会用水瓶砸他的头 甚至心情有一点不顺就会拿他撒气 羞辱打骂都是家常便饭 甚至还威胁他如果敢报警就开除他 他实在是受不了这份工作 所以才找到千律师希望能帮他维权 听到这种情况的恩美很明确地表示 按照现在司机的说法 他已经完全可以报警出位 但千律师却出言制止 因为他很清楚对于这些所谓的上流人士来说 报警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只不过是让他们交一点罚款 反倒是司机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而两人在看完资料上司机的老板后大为震惊 原来司机的老板正是前两天 才为难过保安爷爷的那个人渣 而在资料上显示男人不仅是某上司公司的高官 竟然还是恩美同校的前辈 但现在千律师将这些案子交给了恩美全权负责 他只有完成了任务才能继续在事务所留下去 于是恩美先找到了大学同学了解胖子的威脸 再听到朋友表示人渣这个人十分难相处 而且如果有一点不顺就会让他大发媒体 但如果是同校的师兄妹 他还是愿意卖这个面子的 只要恩美态度诚恳谦虚一点 可恩美没想到自己一个堂堂的大小姐要为了工作 既然要对这么一个人渣低头 总感觉心里都十分便宜 但还是硬着头皮找到了胖子 可没想到这一幕正好被千律师看到 千律师还以为自己的实习生被欺负闯进办公室 对着人渣就是一顿臭骂 而这个人渣对待千律师也是有恃无恐 还甚至还直接说出了上次车子被划 是他自己不小心刮倒的 他根本就没有保安划车的证据 但他就是想要诬陷给保安 可现在千律师撞他的车是所有人有目共同的 现在就算是想抵赖也没办法 听到人渣这么说恩美也不再忍受 对着渣男就是一顿输出 没想到他一个堂堂的大小姐 听到这话都被逼得开始开始骂人了 人渣背对得哑口无言 声称要告恩美和千律师两人 恩美虽然刚刚那一操作气势洒 但现在事情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他苦恼要解决委托人的困难局 而且在帮助的过程中还不能耽误委托人的工作 并且还要防止人渣继续闹事 想到这里他们就觉得整个人的头都大了 但这一次他并没有轻易地放弃 他先是找到了保安爷爷了解情况得知 得知人渣在整个小区都是臭名昭著的 之前也有许多保安被他讹上 因此这个小区保安的岗位很多人都不愿意来 他还要感谢人渣如果不是他 自己年龄这么大了也没有可能上任 他说他虽然希望那个人渣能够受到处罚 但也不希望因此而丢掉工作 所以他拿出了自己的赔偿款 希望能够借就此了结此事不要再惹什么麻烦 但恩美却并没有 接过这笔钱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签律师也没有显着 他虽然嘴上说把这件事情全都交给恩美 但背地里还是在不断地帮他 他很清楚现在能够制约人渣 的就只有公司的大佬毛会长 但毛会长也是他亲自送进监狱的 当年签律师还是个检察官的时候 毛会长就因为工地的土地存在纠纷和违法的行为 所以被签律师送进了监狱 这么多年过去了毛会长 无论请了多少个律师都没有胜诉 所以他开始想要贿赂签律师帮他出狱 但签律师却根本一毛钱都不收 反而一直和他以冰果游戏作为赌注 但这么多年他一次都没有赢过签律师 但现在看来毛会长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且在监狱这些年也没有什么小工作 于是这一次他选择帮助毛会长成为了他的律师 而此时的恩美还在因为保安和司机的案子绞尽保持 签律师是看到他这么的 于是好心提醒他办案不一定非要用法律知识 有时候自己能力范围内能够帮助委托人的办法有好 受到提醒的恩美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第二天他找了一大堆记者和媒体 在网上故意美化了人渣的形象 表示他是一个良心业主 不仅自己的车被保安刮蹭不用赔偿 而且对待邻居下属也十分友善 在面对记者的夸赞时人渣显得很受优 被戴高帽的他自然不愿意和一个保安 再去计较赔偿的问题 但他虽然表面上装耸一副和善的样子 背地里却还是一副高高在上虚伪的嘴脸 他一边看着网上对他一边倒的夸赞 还在一边骂着那些得罪过他的人 这时他无意地撇到了旁边的日历 这才想起来今天是毛会长开庭审理的日子 他怒骂秘书为什么不提前通知他 随后便开着车急急忙忙赶到了法院 而此时的在谦律师的帮助下毛会终于胜索 从监狱里被放了出来 而当人渣看到谦律师从毛会长的车里下来 这才知道原来谦律师 就是毛会长口中所说的顶级律师 于是在回去的路上夹在中间的人渣 看着左边的会长和右边的律师 吓得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等到三人下了车走进公司时 大厅里已经站满了职员 会长还以为这些人全都是来迎接他的 可不料这些员工都表情严肃看样子 好像是一种示威 而这时谦律师却走到他们的阵营面 向毛会长重新介绍了自己的事真身份 现在他是这群职员的委托代理律师 随后拿着文件的他准备毛会长 自己会代替这些职员重新向法院提起诉讼 来控告他手下的人渣工作中霸凌员工 毛会长因为刚从法院出来 不想加事情闹大询问谦律师有什么要求 而谦律师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要将这个人渣开除 并且赔偿所有受到受他迫害的缘故 谦律师见毛会长有些犹豫 于是提出了再用冰果游戏来决定 如果毛会长输了就要答应 刚才谦律师提出的要求 如果谦律师输了 他将不会插手这群职员的起诉问题 听到以游戏来决定胜负 在场所有的人全都震惊了 然而在监狱里运筹为卧室的毛会长 却欣然地答应了下来 因为他很清楚即使自己在找最好的律师 也无法在法院上赢得签律师 反而用游戏自己的胜算更大一些 很快所谓的冰果游戏正式开始 而冰果游戏则是在一个5x5的25正方阁里 随随机将1到25的数字打乱 两人在看不到面板的情况下开始猜数字 只要愿意说出的5个数字 在同一水平连呈现那么极为获胜 游戏正式开始蓝色代表签律师时 而红色代表了毛会长那方 刚开始毛会长凭借自己学习经验 很快占据了上风 就在毛会长等人即将赢得比赛时 千律师却用专业的法律内容 提醒了恩美应该选择的数字 他怒骂着人渣用暴力的手段 来规定公司法规这一条 这让法律条文烂书于新的恩美 很快就想到了法典第76条第二章的内容 但其盘格里并没有76这个数字 所以恩美也很清楚 千律师是在暗示他这个数字 于是靠着两人的配合 恩美很清楚 每一次千律师暗示对应的数字是个什么 两人靠着专业的知识最终赢得了比赛 而毛会长也按照要求 最终答应了千律师提出的要求 而恩美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正式成为了千律师事务所的一员 晚上大获全胜的三人坐在路边摊庆祝 老金很佩服千律师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套 夸他简直就是个人才 而恩美也很疑惑 他怎么会相信自己会记得那些法律条款 如果自己忘记了那岂不就是糟了 而这就是千律师的高明之处 不仅轻轻松松将案子解决了 也能测试出恩美有没有资格成为一名律师 如果这次案子输了 那也就意味着恩美还不够 千律师自然有更好的办法 帮助那些员工解决问题 但现在他还是要恭喜一下 恩美成功通过了自己的考验 酒过三巡之后恩美没喝得有些醉 他很好奇为什么千律师 每次都只收一千块钱作为的律师费 对于这个问题千律师也思考了很久 但就连他自己都回答不上来 最后还是轻轻地回答了恩美 表示那可能是自己的梦想吧 恩美听得一脸猛逼 他觉得这个千律师这个人真的奇怪 开的事务所也很奇怪 甚至打趣地说到千律师连发型都很奇怪 小卷发而且还每天戴着个墨镜真的很搞笑 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喝了不少 而喝醉后的恩美也并没有回家 而是在律师事务所里的沙发上睡了一觉 等到第二天醒来时他懊悔不已 好在母亲看他一夜未归 所以将房车开到了楼下 果然有钱人的生活就是不一样 转眼间恩美回到房车上 画了一份精致的妆容 穿上干练的西装又再次回到了事务所 看着千律师和老金都盯着自己 恩美率先开口贼喊捉贼 表示昨天为什么千律师和老金要喝那么多 男两人看着恩美也是一脸的无语魔手 不过好在没有拆穿他 随后事务所内就来了一名新的委托人 女人看起来年龄不大本以为是一件感情问题 却没想到女人缓缓开口表示是一场命案 这可给一旁的老金吓坏 因为他们律所从来都没有接过命案 他本想拒绝女人 可此时的女人才缓缓开口表示 自己在监狱里的弟弟一定要自己委托给千律师 而且千律师在知道身份后也一定会帮忙的 但具体的信息和内容他都没有说 只是放下了一份文件便匆匆离开 出于好奇恩美打开了文件 结果只是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 秀夏的脸色大便捂住嘴巴不敢说话 看他的样子老金也产生了好奇 于是拿起了文件袋 看完内容竟然和恩美做出了一样的动作 看到两人的表情随后的千律师才拿起文件详细查看 原来这起案件是半个月前 曾经惊动全国的一起恶性杀人案 被杀害的是一名妇人家的女主人 而认定凶手的人则是她未满18岁的儿子小俊 当时发现被害人的是家里雇的保姆 她一早来到家里做早餐时 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女主人 这才急忙叫了救护车 可女主人还没有到医院就已经失去了呼吸 而后警察赶到现场时却发现了诡异的影响 自己的母亲死了 男孩小俊却在浴室里玩枣泡泡 而周围还点满了的蜡烛 男孩诡异的行为很快就被认定为杀人的嫌疑犯 而因为这件事情恶劣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再加上小俊的父亲也不知所分 而是他和父母的关系一直不好 所以很多人都猜测他的父亲也遭他所害 已经被他抛尸荒野 众多遗留下来的证据都指向男孩就是凶手 而男孩的恶劣行为也被人称为恶魔少年 这起案件本来之前是由顶级会所来家来负责的 可因为舆论的压力 负责的律师也被人称为恶魔律师 选择了放弃负责这次案件的审理 得知情况老金和恩美都劝谦律师放弃 因为一旦出现任何问题 谦律师都会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去 就连白家都顶受不了这种压力 更何况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律师 但谦律师在看完男孩的资料后 发现他确实认识这个男孩 因为之前律所门口需要画壁画石 男孩出手帮助了他们 当时谦律师就答应过男孩如果以后有法律问题 他可以去免费咨询 从当时的情况可以看男孩家境流露 他可以再找一家合适的律所 可他为什么要将这次案件嘱托给自己呢 为了搞清楚状况谦律师 带着恩美来到监狱探视男孩了解情况 再看到男孩表一脸平静毫无波澜的样子 恩美就感觉很不舒服 他询问男孩阿俊为什么他的母亲被害了 父亲不知所踪他却显得一点也不难 而阿俊却表示几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好 所以他为什么要因此而能 到他不承认是自己伤害了母亲 反倒是认为是失踪的父亲杀了母亲 因为并不只是他和母亲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不好 父母之间的感情也并不是那么顺利 当天他只不过是在房间内洗澡 因为房间隔音很好并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而这时谦律师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明明可以花钱雇更加有名的律师 却非要选他这样专门为穷人打官司的律师 而阿俊则表示因为情有名的律师 大家都会认为他是花钱败事 又想起了之前谦律师曾经说过可以找他的话 所以将这件事情委托给谦律师 他坚称自己无罪所以交给谁都一言 从监狱里走出来千律师就一脸严肃的表情 恩媒已经大大猜到他是想接下去的案子 随后为了能够了解案情 两人不得已来到了白家的律师事务所 无奈的恩媒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趁着千律师不注意时偷偷给爷爷使眼色 好在爷爷并没有拆穿他 随后几人坐下来交谈 千律师这才得知原来白家事务所 之所以放弃的这次的委托 是因为阿俊一直声称自己无罪 而且还只认说这些事情都是他父亲所做 而且还一直坚称自己的父亲还活着 可他的父亲早就失踪 就连警方都找不到线索 这一点所有人都无法证实 所以才拒绝这次委托 了解完情况后之前负责案子的徐律师很好奇 为什么千律师要接下这件案子 而千律师的却表示他相信阿俊说的话 可能他的父亲真的还活着呢 从恩媒爷爷办公室走出来之后 千律师看着白家律所的标志打句地说道 恩媒也信白 该不会和白家律所有着渊源吧 恩媒也不知道他是真知道还是在胡乱猜测 只能心虚地表示 自己怎么可能和鼎鼎大名的白家律所有关系呢 但看千律师意味深长的笑容好像知道点什么 等到两人都走后 徐律师将自己的儿子明仔叫到公司 希望作为检察官的明仔也能参与到这件案子之中 因为他很清楚白董事长将恩媒调到千律师那里 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是儿子明仔一直喜欢恩媒 趁此机会参与到案子中才能引起白董事长的关注 而另一边回到事务所的三人也开始梳理案情 恩媒根据卷宗了解了在案发的前天晚上 别墅区内一共有七个人 当天是画家春节级的生日也就是阿俊的父亲 除了夫妻俩还有阿俊以及姐姐之外 在场还有保姆 美术记者以及画廊的策划人 而且保姆的口供其实一家人之前关系十分要好 直到后来画家要将儿子阿俊送到国外之后 他和父母不知道之间的矛盾才开始变得严重 当天在画家的生日宴上 儿子阿俊就怒气冲冲的还没结束就离开了 随后他和朋友去了酒吧 朋友都很羡慕他能出国进修学业 可对此阿俊却好像十分反感 和朋友喝到半夜他才赶回了家中 后来走进房间之后 保姆隐隐约约听到了阿俊在和女主人争吵 后来他就怒气冲冲的回到了房间 直到女主人死前房间内再也没有任何共同 所以警方因此猜测阿俊是在凌晨两点整到三点整之间 将他的父亲杀害 随后为了抛尸开着豪车离开了别墅 而大门的监控画面也拍到了他 而后来通过周边的道路监控 发现他是往龙虎山的隧道方向逝去 而且在那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才离开 猜测他应该是将尸体抛尸在了那里 可警方没有在龙虎山方向发现任何尸体 而且当时的车子也没有行车记录 而据阿俊自己描述他当时只是去龙虎山那边透透气 随后在车上打了个躲遍回去 现在无论是阿俊那边还是警方那边 都因为没有证据而各迟一词 而保姆提供的口供上面写着 他是凌晨四点出门买菜的 在六点的时候赶回去 结果就发现女主人已经倒在了血泊里 而监控中的画面也拍到阿俊是在五点左右回到的别墅 所以他完全有时间杀害女主人 可阿俊自己提供的证词 却表示他自从回到家之后就一直在卧室里 并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前提是思考了一下很不解的事 如果真的是阿俊杀了他的父亲 那为什么会将他抛尸到了荒野 而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却会放在地上置之不理而选择去泡澡 认定了阿俊就是凶手的恩美猜测 因为他是没有时间处理 因为在六点的时候保姆已经赶回了家里 而且当时他的姐姐阿延也接到了医院的紧急通知 提前赶回了医院上班 更大的疑点是在他母亲被送上救护车之后 嘴里却还念着阿俊的名字 猜想在那种关键时候说出的名字 难道不应该是凶手吗 但是现在这些也全都是猜测 如果找不到凶器和阿俊父亲也无法给他定罪 整个事情事情脉络都非常清晰 但又让人找不到证据 千律师决定亲自去凶案现场看一下 他先是联系了阿俊的姐姐阿延 想让阿延带着他们一起去 可阿延去医院有重要的事情而拒绝 但千律师却偷偷跟踪发现阿延去见了保姆 而且两人聊了很久 这样千律师意识的案子并没有警方想象的那么简单 于是三人连夜来到了案发现场 可因为太过害怕三人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案件的口供中记载着阿延 表示自己当时在二楼睡觉 一整晚都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为了验证他是否有说话 千律师让恩美去阿延的房间 然后他和老金在楼下制造声音 看看在当时发生的情况下 阿延是否在房间里能听到声音 恩美壮着胆子走进了阿延的房间 随后也证实了阿延说的话并没有错 在房间里果然听不到一点声音 而就在这时站在二楼房间内的恩美 却看到了院里有人影出现 他一边喊着千律师一边朝着人影的方向追过去 直到追到一片树林男人才停下了走 恩美偷偷跟在身后却不断弄出了声音 害怕的他立刻躲在了树树后面 可此时男人手拿武器正在悄悄地向他逼近 他害怕的大气都不敢喘 好在千律师及时赶到他的身边 千律师告诉恩美不要发出声音 安安静静地待在原地 随后便向着男人的方向走了过去 两人步伐缓慢本以为是一场恶战 结果当手电筒打到对方脸上时 这才发现原来是负责调查 这起案件的检察官名载 两人都被对方吓到半死 全都哭爹喊娘抱着头蜷缩在地上 面对昔日的同事 两人之间的关系好像并不友好 同事之间的嘘寒问暖也显得十分刻意 这不禁让旁边的恩美和老金 都替两人感觉到尴尬 随后误会解除后 千律师吩咐恩美跟着明仔 将他发现的线索逐一记录下来 随后他便和老金来到了 画家的画室调查线索 千律师回想起阿俊说过的话 如果是真的是他父亲伤害了母亲 那他一定会选择最安全 和最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而如果能找到阿俊的父亲 就是这次案件破案的关键 调查结束后 都将案发现场恢复了原样便离开 通过新一轮的调查 明仔觉得所有的嫌疑都指向阿俊 如果现在能找到阿俊父亲的尸体 就能够完善自己的猜测 而另一边千律师回到事务所后 就观察了画家的每一幅作品 发现他每一幅画中 都有一个撑着黑散的男人 而这也就是他画作的标志 而就在这时恩美将当天 自己录下保姆和阿俊对话 视频发给了千律师等两年 但因为离得太远 他们也没听到对方在讲什么 只能通过嘴巴的动作 来破译他们的内容 很快他们就根据淳于大致了解 当天保姆之所以找到阿俊 应该是想要高额的工资 并表示如果阿俊不支付的话 他就将自己知道的秘密告诉警察 可到了关键时候要说证据时 却正好被服务员挡住 因此他们失去了重要的线索 为了弄清事实前律师直接找到阿俊 当面询问他当天和保姆聊天的内容 可阿俊却说了谎 表示那天保姆找他 就是在谈论退休金的问题 并没有什么和案子有关的内容 很明显他是在撒谎 而后阿俊也表示他相信弟弟阿俊并没有杀人 因为父母两人是在五年前复婚的 两人之后的感情也并不是很好经常吵架 甚至动手有时候也会受伤 所以他相信阿俊所说是父亲杀害了母亲 也希望警方能快点找到父亲 阿俊这边查不到线索 谦律师就想从画中黑散上 看看能不能调查什么 而现在画家唯一的一幅画就在画廊 于是两人急匆匆地赶到画廊 却听策划人表示最后一幅画也是一座 现在非常抢手已经被拿去拍卖 为了能够拿到这幅画恩美 带着母亲去参加了这次拍卖好 可因为是一座月炒月 已经达到了他们预估的十亿 恩美母亲还想尝试一下 但到了20亿的价格后也选择了放弃 本以为线索到这里又断了 而一份快递的到来 却好像让谦律师解开了所有的谜题 原来这份快递里面的内容 正是画家最后一幅画的鉴定报告 其实在前几天他去画家别墅调查线索时 谦律师在无意中发现了墙上的一幅画不见了 而根据上面的尺寸大小 很有可能那幅画就是画家生前的最后一幅 而且他找人验过画家所画的那幅画上面的湖水 和打着黑伞的人不是同一日期画的 两者之间最少间隔了三年以上 打着黑伞的那个人好像是最近才加上去的 这也就说明画家所画的那幅一作 其实背景早就三年前就画好了 只是最近才加上了打着黑伞的人 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谦律师进行了大胆的猜测 他觉得应该是在发现场时画出了什么问题 留下了关键性的证据 所以为了能够掩盖画上的证据 凶手才在画上又加了一个打着黑伞的人 而能够画出打着黑伞的人除了画家以外 就只剩下了现在被关在看守所的阿隽 两人之中一定有一个是凶手 为了能够进一步了解画中的玄机 两人根据之前记者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画家经常去做画的那片屋 也就是所谓画家一作的那个地方 谦律师是拿着手机对比画中的样子 再重新拍摄了一下 发现其中的小房子早就已经破败不开 这好像让他又想到了什么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明仔 因为没有掌握关键性的证据 根本无法给阿隽定罪 于是他观看了当天案发式别墅后院的监控 仔仔细细观看了其中每一秒的监控视频 这好像让他发现了端倪 随后他对比了阿隽的口误 发现阿隽曾经说过在当天夜里 他曾经看见过父亲穿着登山服从后门离开 可从监控视频里来看并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踪迹 也就说明阿隽存在说谎的行为 随后明嘴拿着自己的心发现 又再次找到了 阿隽听到明仔的分析后显然有些慌张 他没过去多久他又冷静了下来 他请求检察官们给他放一首音乐 随后等到音乐结束后他就大笑了起来 承认了是自己亲手杀了母亲 然而他怪异的行为却引起了女检察官的怀疑 为什么阿隽之前一直不承认自己杀人 结果现在只是被人看出来做了伪证 却直接承认了自己杀人的事实 而且现在画家的尸体和凶器都没有找到 他这么着急任罪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而另一边的千律师好像已经知道了画家的位置 他直接来到别墅询问起了保姆是否知道画家的下落 然而看到保姆不说话 其实千律师早就已经猜出了事情的全部 他将所有的人全都叫到了别墅 包括被指认成凶手的阿隽 随后拿出了那幅所谓画家生前的最后一幅遗作 这让恩美都十分震惊 因为他和母亲最终都没有将这幅画拍卖下来 却没想到画现在竟然在千律师的手中 随后的千律师向众人解答了所有的遗作 其实这幅所谓画家的遗作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完成 而这就而这幅画确实是画家遗作 因为早在三年前画家就已经死亡 此画一出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因为就在昨天阿隽还承认了自己杀父的事实 而且还交代出了自己杀人的凶情 而千律师则给大家解释了一切 他在拿到这画之后就找人鉴定 确定了画是三年前所画 而且画中明显出现过的红色小房子 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已经被拆 如果这幅画是画家最近期所做 那为什么会又出现两年前被拆的房子 这明显有些说不通 而在他的追问下 保姆也说出了画家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割腕自杀 这也就说明这三年期间 其实都是阿隽在以父亲的名义作为画家来作画 而且那幅三年前的画上面出现打着黑散的男人 也是最近阿隽填上去的 五年前父子俩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画师 两人在画师一起做画师 身为画廊经纪人的陈女士 探中了父亲面前的那幅画 陈女士觉得画并不在意画迹有多么高瞻 而是在于画中能够带给人怎样的故事 因为这幅画陈女士和画家有了第一次邂逅 其实那幅画并不是画家而所作 而是他的儿子阿隽画的 但为了保住父亲的面子 阿隽并没有承认 后来画家和陈女士在渐渐熟悉中有了感情 两人各代一而一女结成了夫妻 但婚后陈女士很快就发现画家真正的水平 而真正画中有故事的人其实是阿隽 但这在陈女士眼中却没什么大不了 只有阿隽在继续以画家的名义作画 那么他们的话就还是能够卖出高家 所以从那之后阿隽变成了画家背后真正的创作者 但这种日子没过多久 阿隽的父亲就因为接受不了这种谎言 以及虚假的家庭所以选择了割腕自杀 但利益熏心的几人为了能够继续以画家的名义正切 所以故意隐瞒了画家自杀的事情 而他们所谓的那天晚上给画家过生日也全都是谎言 那天阿隐再也忍受不了弟弟 冒名顶替父亲的名义继续作画的行为 为了让弟弟走出失去父亲的痛苦之中 所以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于是拿着刀毁掉第二天要发表的那幅画 想要结束这一切虚伪的谎言 可不料这一切都被他的妈妈陈女士看在眼里 于是母女俩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在争执的过程中阿隐不小心用刀子捅伤了母亲 当阿隽听到动静赶到现场时 就看见母亲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而旁边的姐姐已经被吓坏 为了能够让姐姐不被抓 于是他努力让姐姐冷静下来 想用自杀的父亲杀人逃走来顶替 然而等到姐姐离开现场之后 他意识到这种计谋早晚早晚会被人拆穿 于是他在他故意在凶器上留下了自己的指纹 随后又将那幅被毁的作品偷偷藏了起来 将墙上那幅三年前就已经画好的摘了下来 又在上面补了一把代表父亲标志的黑伞 目的就是等到被拆穿时 自己来承担这一切的罪责 然而听到千律师说出所有的真相 被拆穿的男孩被还是暴怒地说着自己才是凶手 而这时被所有人保护在身后的姐姐阿言 才站了出来承认了一切都是自己所谓 他轻声安慰弟弟冷静下来 而千律师也安慰他人不能永远活在谎言之中 如果现在他替姐姐承担了所有的罪责 那他的姐姐也会像他的父亲一样 永远活在谎言之中 不仅一辈子会愧疚自责 甚至整个人生都会变得十分不幸 听到千律师是这样说 男孩最终崩溃地坐在地上 而他的姐姐阿言也上前抱住了他 对待这个弟弟虽然两人没有着血缘关系 但都已经将对方视为了唯一的亲人 而这件轰动意识的始终杀案终于告一断目 最终男孩阿俊被无罪释放 而姐姐阿言因为过失杀人 也要承担相对应的法律责任 但终究他选择了勇敢的面对 而不是一辈子活在谎言之中 从别墅里走出来之后 恩美还是有一点想不通 如果姐姐阿言是凶手的话 那为什么当时女人在被刺中时 嘴里却一直会念着阿俊的名字 这也是千律师一直不愿意去猜测的 他觉得女人应该一直都想着保护自己的孩子 就算是自己的子女杀了自己 他也是不想让自己的女人受到伤害 所以在案发现场时 她才故意说了阿俊的名字 目的就是为了摘清阿言 但这终究只是她自己的猜测 事情的真相也恐怕只有死去陈女士才得知 而这事恩美又想起了那幅 明明她已经出席了拍卖会 却已还是没有拿到 为什么话会出现在千律师手中 千律师表示那是自己买的 可恩美却显然不相信 一个连房租交不起的人 会花20亿买一幅画 然后千律师又重新找到了男孩阿俊 作为报答她当初为自己画墙画的 千律师又归还了那幅她父亲的遗族 她希望男孩能尽快走出这段阴影 真正的以自己的名义画出更美的作品 而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千律师带着一束花 去了墓地看望一位故人 而千律师身上究竟又发生了什么故事 才让她成为了一名只收千元的平民律师呢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番茄 接着上集的说到 千律师在处理完阿俊的事情后 便来到了一处墓地祭拜一位故人 而与此同时在律师事务所收拾东西的恩美 却无意中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相框 照片里是一个穿着干练的女人 而这个女人她曾经在爷爷的办公室也曾见到 爷爷给她说过这是律师事务所里的王牌李周英小姐 不过后来辞职了她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为什么这位前辈的照片会出现在千律师的事务所 就让恩美感觉到很不错 于是她主动去找了自己的前辈罗检察官 因为罗前辈之前同样也是千律师的以前的同事 两人在吃饭时恩美很好奇询问罗前辈 千律师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为什么她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样子 连房租都交不起 可衣服和身上的手表却看起来很贵很精致的样子 回忆起了千律师的过往 罗前辈还要从五年前说起 那个时候她还有明仔以及千律师 都是首尔地方检察厅的检察官 当时的检察厅高层和财阀之间都互相勾结 内部机关更是贪污腐败 这群高层控制了他们这群底层的检察官 导致他们办案根本还来不及查就会被打回去 可总有两个人不服从管教 一个就是现在的千律师 另一个则是检察官明仔 两个人经常背着高层的领导们 偷偷去调查一些存在违法乱纪的集团 一次在高层领导的聚会上两人钻了空子 去调查了当地最大的财阀企业韩式集团 发现他们存在着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 于是拿到调查令后 就带着人就直接闯了进去 在里面搜查的时候 里面的工作人员还在尽力地销毁资料 明仔在外面收集资料 而千律师则是直接冲了经理办公室 可当他进去时 韩代表已经将最后一份重要资料进行了销毁 随后还嚣张地表示要给他们的高层打电话 让千律师等人吃不了兜着走 可他这边电话刚拨出去 另一边千律师身上的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 这一刻韩代表有些猛逼 他这部电话明明是打给了监察厅的部长 怎么电话莫名其妙会出现在千律师这里 千律师让他今天不要白费力气 就算现在天王老子来了也就不了他 然而韩代表却不慌不忙 又打起了其他高层领导的电话 可对方却依然都显示打不通 而就在这时一名检察官带着一个袋子走了进来 里面的电话却响得不停 这一刻韩代表有些慌了 明显千律师早就料到他会请外援 于是使了点小手段 将所有高层的电话全都搜刮了过来 韩代表被气得有些气急败坏 但此时的他还没有放弃求救 他想了想决定动用自己背后最大的人 随后便拨通了检察厅黄处长的电话 这一次电话终于拨通了 黄次长在了解完情况后 于是让韩代表将手机交给了千律师 这下改换千律师有些心虚了 因为所有人的手机他都已经搞到了手 唯独这位大佬自己确实无能为力 接过电话后 黄次长对着千律师就是一顿臭骂 要求他带着人立刻滚回去 而就在这时搜查好了的明仔也走了进来 再得知了黄次长已经听到了风声勃然大怒 两人都在想着如何应对上司的怒骨 而这时一旁的韩代表看到两人为难的样子 又变得异常的嚣张 以为自己背后有大佬撑腰就可以拿捏千律师和明仔 还在大言不惭地表示自己会为两人求情 但没想到千律师和明仔却不按套路出来 竟直接将他押上了车 而且并没有带回检查厅 而是带他出席当地电影节的展览会上 因为哪里现在都是明星 在现场有数百家的媒体和电视台的直播中 两人就直接将韩代表扣在了手上 带着他体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总红台 第二天一早检察官扣着韩氏总裁出席红台的事 就登上新闻头条 看到新闻的部长直接气地跳了起来 对着千律师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可千律师对此早就已经习以为常 所以直接以装傻糊弄了过去 就算现在部长再生气也没有办法 韩代表被监察厅调查的事情已经登上了新闻 所以现在必须公开公正地来办事 两人从部长的办公室走出来之后 就看到明仔一脸轻松地走了 罗前辈很难闷他为什么没有来骂 原来是明仔后面有一个能够帮他摆平一切的点 所以他从来都不需要为这些小事而担心 听到这里罗前辈忍不住地羡慕 可两人都不知道的是身边的千律师来头更大 罗前辈劝告千律师是最好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韩代表一定会请最好的律师 到时候韩代表能不能被判刑还要看情况 很快就到了开庭审理的日子 对方派出了当地最有名的白家为他辩护 但白家并没有派出资历身后的几个老头 而是派出了律所里的一个年轻的女律师 可这个女律师早在开庭之前 千律师就曾见到过她 当时身为女性的周英莫名出现男厕所 还对着千律师说了一段莫名奇妙的话 意思就是希望韩代表受到应有的触控 当时作为检察官的钱律师 还有些没搞清楚状况 直到现在看到对方坐在辩护律师席上才明白 周英并不想帮助韩代表打赢官司 于是两人在法庭上面顺势演了起来 表面上看着是针锋相对 但实际上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的才能 等到第一次开庭审理结束后 千律师主动叫住了准备离开的周英 两人一起约了去天台喝杯咖啡 对于从来没有喝过咖啡的千律师来说 周英请她喝的那杯咖啡竟然是是甜的 而周英也明确地表示 自己之前在厕所和她说的话是真心的 她不希望韩代表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 只是因为自己做的是律师行业 所以只能和千律师站在对立面 在这之前两人负责的案件从来都没有败损 也不知道这次两人是谁要破个例 但周英希望是千律师 因为她相信千律师有这个能力胜诉 千律师也答应她一定会顺利拿下这个案子 为了能够掌握韩代表犯罪的关键性证据 现在就需要拿到他们公司交易的秘密账本 随后根据多方调查 他们锁定了一个关键性的目标 那就是韩式集团的财务科科长 只要说服这个男人出庭作证 那么就可以知道韩代表公司秘密的资金下落 也能因此挖出和韩式企业有秘密资金往来 背后大佬究竟有谁 可韩代表又不是傻子 他早就猜测出了千律师一定会找财务 所以直接绑架了科长的家人以此作为要求 向科长下达了死命令 让他以自杀的方式永远的地步 很快就到了韩代表再次被传唤的时间 在车上周英想要套话的方式 让韩代表说出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可和韩代表却十分谨慎 有些事情连自己的辩护律师都不愿意交代 很快两人就坐在了千律师的对面 韩代表按照周英给他的话述 早就计划好了应该如何回答 可没想到当天千律师说出第一句话时 却让他方寸大乱 千律师是毫无顾忌地询问 他为什么要怂恿柯杨科长自杀 还代表一听这话整个人就愣在了原地 而接下来让他更毛骨所难的是 千律师直接说出了当天 他给杨科长打电话所有的聊天内容 面对着千律师的死亡三连论 韩代表整个人都开始方寸大乱 就连周英在旁边提醒他可以不回答时 他都没听进去 而是当面和千律师争论了起来 就连千律师说杨科长死前 打过的最后一通电话也是给他 他还强烈地解释是自己在劝杨科长去自首 因为杨科长撕吞了他们公司200多亿 最后携款逃走了 所以自己才会给杨科长打去电话 可这时千律师又拿出了另外一个绿色的账目 里面正是韩代表给科长家人转账5亿的记录 千律师继续提问 如果杨科长真的携款逃走 那么为什么他还会选择给对方的家人转账5亿 难道这不是在教唆对方自杀而留下的补偿狂吗 听到这话韩代表整个人都傻傻地愣在了原地 估计他在总能编故事现在大脑也转过来 见韩代表已经被吓上了 周英立刻提出表示要休息一下 而等到千律师走出审讯室后 房间内竟然放出了韩代表 那天晚上和杨科长的通话记录 这下人证物证据在韩代表再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他彻底慌了这才向周英说清楚 自己当时只是无意向杨科长说了这种话 而周英却一脸严肃地看着他 如果这段录音属实的话 那他将会以勒索别人自杀罪被捕 而这种犯罪和杀人罪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断 韩代表怎么也没想到自己 只是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杀人犯 可就在他以勒索杀人罪被带回警局调查时 被认定为自杀的杨科长竟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原来在杨科长准备自杀的那天晚上 幸好千律师及时找到了对方才没有酿酿成大火 而且律师也向杨科长保证 自己一定会保证他们一家的安全 他还告诉杨科长如果下次韩代表见到他 一定会因为杨科长没有自杀而感觉到高兴 果然当韩代表再次看到杨科长出现在面前时 激动的他直接上前抱住了杨科长 如果现在杨科长真的有些意外的话 估计他就完蛋了 但现在虽然杨科长自杀没有成功 但他也需要和韩代表一样接受处罚 很快的杨科长的指认下 韩代表彻底落网 但被带上求车接受记者访问时 韩代表却是一脸高兴 至少现在他没有被认定为杀人 而韩代表的事情结束后 周英主动约出千律师请他喝酒来庆祝 这也是千律师第一次来到路边台 他显得有些不适应 随后两人聊天时周英觉得以千律师的性格 他不适合做检察官而适合做律师 而千律师看着周英时却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是周英第一次看到千律师的笑容 他有些愣神地盯着千律师 而千律师在欣赏周英的同时 也被他的那份认真和专注吸引 在回去的路上周英叫住了千律师 询问千律师有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可奈何直男根本没听懂他的意思 表示自己并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在听到周英暗示自己有后还送去了祝福 第二天千律师便专注地投身到工作中 他一定要调查出韩代表背后真正的资金流 以及那些受贿的高层 就这样调查一直从白天忙到了深夜 当他再次看到面前的咖啡售卖机时 又回想起了周英 而这时周英正好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还顺手帮他买了杯咖啡 两人坐下来聊了一会儿 周英询问了千律师周末要干什么 千律师听到这个问题有些惊讶 但看着一旁周英的表情又一次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这是周英第二次看到千律师笑 既然暗示千律师听不明白 那么周英干脆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 他表示如果第三次看到千律师笑 那么两人试着交往怎么样 千老师并没有回答 就这样两人坐在椅子上互相对视了很久 千律师为了查出韩氏集团背后资金的流行 一直没有放弃调查 可因为韩代表始终不愿意开口指 而且负责洗钱的杨科长从来都没有见过对方 每次韩代表让他去一个指定位置 然后那里就会放着一辆车 对方会比较洗干净的黑钱放在后备箱里 等他靠近时就会打开 至于车上的人他从来都没有见过 而且车牌号也在不停地变化 所以根本查不到韩代表背后究竟和谁有过勾结 也不知道洗给他洗钱的人究竟是谁 但听完杨科长说这些话 千律师能确定的是 虽然杨科长没有见过对交易的幕后人 但是坐在车上的幕后人一定会见到过杨科长 于是第二天他将首尔所有钱装贷款公司的人 全都请到了监察厅接受调查 因为这些人都有从事非法集资和交易的把柄 所以即使他们再有怨言也不得不好好听话 而作为首席检察官的千律师 让手下的人给每一个人都发了一本认证书 上面印着许多不同的人像而其中就有杨科长 他让每一个人如果有上面认识的人就要主动汇报 可调查总是不尽人意 虽然这群人表面上愿意听从安排 但谁都不想惹或上身得罪客户 于是就即使是认出来也不会说 但千律师很快就根据自己的观察 确定了一个链条哥一定是见过杨科长的 但对链条哥进行询问时他却不愿意承认 可这种小事对于千律师来说简直太简单 他直接当着男人的脸 将他之前有过犯罪的记录当场销 并表示如果男人能实话实说 他之前犯过的那些问题都可以轻而易举抹除 链条哥虽然嘴上硬气表示不信 但还是说出了他知道的全部 其实平时他都是按照正常的交易去送钱的 可两个月那一次负责人却急急忙忙让他半夜去送钱 而且送到的是一个高档韩国韩餐店 当时他将钱放到了一辆豪华的轿车 因为车的后备箱一直在打开的状态 出于谨慎他一直躲在旁边偷偷观察 记得当时看的是一个穿黑西装的人拿走了钱 而且他车牌号他记得很清楚是N8366 得到消息后千律师立刻派人去查车牌号 却没想到因此牵扯出了一个他忘了没有想到的人 晚上结束完工作千律师来到了父亲的家中 原来千律师的父亲竟然是当地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而且最近还在以国会议员的身份竞选总统 现在已经成为了最热门的总理候选人 千律师是家中的老三 因为从小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所以让父子之间的感情有些疏远 他也是趁着其他人都离去之后 才缓缓来到父亲面前为他庆守 父亲对于这个儿子也是十分亏欠 招呼着他就往屋里走 可此时无意中千律师时却看到了旁边的车辆 车牌号上面正是他白天调查的N8366 这一刻千律师有些猛 他急忙找到个借口便离开父亲家 而另一边的名载随着对财阀和证件的深入调查 发现这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人 那就是千律师的父亲金老头 而这个消息也让平时行事果断的千律师 一时愣在了原地 一边是亲人一边是国法 换作是谁都无法进行驱使 他不知道接下来要以怎样的方式去对面对父亲 迷茫之际他询问周英 如果是他在意料之中出现了更加糟糕的情况 那么他会选择怎么做 虽然不知道千律师究竟指的是什么 但如果是换成自己的话会继续调查 因为这不仅是对自己最尊重的人出的信用 也是对方的尊重 听了周英的话千律师 当天晚上就给父亲打去了电话 但他并没有前往父亲的家中 而是将他约到了炸酱面团 父子俩久违地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他向父亲说起自己小时候最期盼的 就是能够让父亲有时间能陪他去吃碗最爱的炸酱面 可父亲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有时间 父亲听到儿子这样说也十分愧疚 他表示以后儿子可以经常来家里他亲手为他做 续旧结束之后 千律师提起了自己最近在调查 韩式集团资金流向的问题 可能近期之内会有一些有关系的人被传唤 父亲在听完之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 而是第二天一早主动来到了检察厅 表示愿意接受千律师的调查 这让在场的所有高层都为之震惊 一个堂堂的总统候选人 竟然愿意接受一个小检察官的调查 千律师的顶头上司更是认为他是疯了 随后父子俩便坐进了审讯室 千律师并没有因为对面坐的是自己父亲就往开一面 而是一步一步地追问起 关于父亲和韩式集团有过资金交易 以及收受会汇率 洗钱等多项罪名 但金老头对此并没有承认 这事门外的高层领导都有些看不下去 冲进了审讯室便向阻止千律师 因为参与收受贿赂洗钱的工作他们也有参与 如果一旦见到他被调查出来 他们也难逃罪罪 但看着千律师根本就没有打算放弃调查 其余几人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舍弃金老头让他一个人承担所有的罪责 好喜庆自身的问题 可与几人的谈话全都被审讯失败 桌子下的窃听器监听着 而那份千律师交给父亲的文件 其实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而是一副监听外面谈话的文件 父子俩已经听到了全部内容 都到了这个时候金老头 也是第一次看到儿子作为检察官办案的手段 也知道这次自己算是栽在儿子手里了 于是像儿子说出了几个和自己一样 存在非法收受贿赂的议员们 并且表示自己手中有名单 等回到家之后便会转交给他 可让千律师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这群所谓的高层竟然会如此残忍很多 就在他和父亲分开之后没多久 就收到了父亲司机打来的电话 听到司机在那头表示父亲过了很久 还没有下楼 于是千律师一边打着电话一边下楼寻找 结果在他刚拨通父亲的电话里 身后就传来了一声巨响 一个人影直接从楼上跳了下来 直接摔在了千律师旁边的车上 而一同掉下来的还有一部被打通电话的手机 千律师是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他亮亮呛呛地走过 亲眼看到了死在自己面前的 正是他最尊敬的父亲 千律师有些不敢相信地捡起了地上的眼睛 他没想到刚刚才和他说完的实情父亲就这样自杀 一时有些接受不了的他差点倒在地上 这时他无意中间看到了父亲的手机 打过来了一个匿名电话 他强忍着失去父亲的悲伤接起了电话 而对面男人的说话和谈吐上可以听出 那是一位比他父亲还要有身份的幕后大王 他这才意识到父亲的牺牲并不是意外 是有一场更大的阴谋在等着他 而这件事情还没等他缓过来 第二天高层就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将他父亲的死归罪归结语 收入政治资金后顶不住压力而做出的极端行为 而此时的千律师也来来不及难过 他驾着车急忙朝着父亲的家中赶去 因为父亲在生前说过 他手中有着几位收受政治资金的人员名单 现在只有拿到这份名单才能让父亲白白牺牲 等他走进父亲的住所后 便开始慌忙地寻找资料 可这时身后出现的一个男人却怒骂着让他滚出去 原来这个人就是千律师的哥哥 他认为父亲的死权都是因为弟弟执着于调查 现在父亲都因为这件事情而做出了牺牲 难道他还要继续调查吗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明子和罗前辈 也被次长叫到了办公室 这次事情已经闹得太大了 他不希望几人再继续调查了 让两人看好签律师一定不要再闹出什么乱子 而另一边父亲的葬礼上签律师一直都不敢出名 他一直默默地跟到了人群 远远地看着父亲下葬 但正是因为父亲的死和那天晚上匿名便匿名的电话 他心里更是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查明真相 回去之后他就让搜查官调查了 除了父亲当天收到的匿名电话 结果却发现是一个非法注册的号码 根本查不到任何线索 而签律师虽然表面上看着 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太大影响 但实际上就连出席庭审时都会莫名地发呆 就连法官叫他提问他都半天没有反过来 站起来更是支支吾吾找不到档案 而最近发生的这一切也全都被周英看在眼里 等到庭审结束后他主动找到了签律师 回想起签律师之前跟他说过最尊敬的人 他大概也猜到签律师所说的人 就是死去的金老头 于是周英轻声地安慰了他几句 并且表示这一切都不是签律师的错 到听到签律师直接说出金老头是他父亲时 这一刻让周英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只能傻傻地愣在了原地 后来的签律师也没有放弃调查 可每一次他只要一行动都会受到上级的阻碍 甚至后来连他们整个检查部门 所有调查出来的资料也全都被没收带走 一时之间签律师失去了努力下去的动力 他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自己应该怎么去寻找真相 孤单无助的他一个人在街头喝着闷酒 而这是正好被路过的周英看法 周英选择默默陪伴在他身边 即使是签律师毫不理会他 他也并没有恢复 他陪着签律师喝酒陪着他在下雨天躺在大街上 这不免让一直都是孤单无缘的签律师心里有了吗 周英也终于在他面前露出了第三次笑话 可能只有在周英的陪伴下 签律师才会放下所有的伪装得到久违的放松啊 而从那天开始两人也开始了交往 一晃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而在这两年签律师还是私底下一个人调查了 周英很明白签律师如果再继续当检察官的话 他会永远再不会走出失去父亲和找出真相这件事 为了能够让签律师摆脱这种困境 不再纠结于过去的事情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放弃了自己作为白家合伙人的机会 也从自己工作了快十年的白家选择了辞职 随后找到了现在签律师的事务所 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他希望签律师也能放弃检察官的工作 也从过去的阴影和痛苦中走出来 和他一起经营着属于他们的律所 不过签律师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过检察官这份工作 虽然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年 但父亲的死和那件案子却从来没有让他忘记了 只要一天身为检察官 他就相信自己早晚有一天会调查出真相 和找出害死父亲的幕后凶手 随后周英主动跟着他去祭拜了签律师的父亲 又带着签律师去看了自己亲手布置的工作室 签律师看着面前认真专注的爱人 很清楚因为这两年自己一直忙于工作 执着与调查父亲的案子一直忽略了人情 心心里也在暗暗地告诉自己 是时候该走出那段过去吗 毕竟真正爱的人就在身边应该抓住机会 于是第二天他将周英约到了西餐厅 先是对着周英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这让周英还以为是自己最近做的事情 没有考虑签律师感受 所以打算分手才会这样 却没想到下一秒签律师直接单膝跪地 拿出了自己准备好的戒指 竟然要认真地向他求婚 看到这一幕的周英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幸福来得太过突然让他感觉好像在做梦 他激动地伸出了自己的手 答应了签律师的求婚 而签律师缓缓将戒指戴在了爱人的手上 随后两人激动地抱在了一起 而更让周英高兴的是 签律师能自己走出那段阴影重新开始生活 本以为两人可以幸福地开始了新生活 却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意外 竟在一次将签律师打到了谷底 周英这边律师事务所的手续很快就办了下来 他去政务大厅拿回了自己的营业执照 可却在进电梯时与一个男人相撞 两份文件也在掉落时不小心调换了过来 而等到周英回到律师事务所后 打开文件准备将营业执照挂起来时 却在看到里面的内容后让他大为震惊 里面全都是关于签律师死去父亲的绝密文件 他意识到这件文件对于签律师破案 有着关键性作用于是急急忙忙拿着文件 便准备打车前往签律师工作的检察院 而他不知道的事就在他离开之后 律所竟有一个男人偷偷地潜入了进去 而此时的周英也非常着急 因为打车因为打不到车他选择坐地铁赶往 在路上时他就拨通了签律师的电话 表示有一份重要的文件要交给他 让签律师来地铁口接应自己 可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偷偷潜入律所里的那个男人 也已经上了地铁偷偷地跟着他 而与此同时不明白情况的签律师 还手拿鲜花去地铁站接爱人 可当他赶到时却迟迟没有见到周英走出来 于是他只能自己进去寻找 当他走进地铁时 就看见所有人慌里慌张地向外逃去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立刻涌上心头 他急忙穿过人群 就看到周英捂着肚子倒在了座位上 而那份绝密的文件也已经消失不见 前提是看到这一幕整个人都傻了 他不明白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而周英在看到签律师之后 也只是轻轻地抚摸了下他的脸说了句对不起 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随后周英被送往了医院进行抢救 但最终还是没有挺过来 有点签律师是看着躺在手术台上 已经失去呼吸的爱人 这一刻他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样 他本来以为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可为什么自己刚刚走出失去了亲人的痛苦中 上天又给他开这种玩笑让他又失去了爱人 他摸着周英冰冷的手 不明白自己作为检察官究竟有什么用 既不能保护自己的父亲 又因此而失去了挚爱 随后他戴上了那枚他向周英求婚的戒指 决定一定要亲自为爱人报仇 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凶手竟然主动选择了自首 可当千律师在电梯口与对方相遇时 凶手看着他手上的戒指却没有任何的情绪 这一刻也让千律师认定自首的根本不是真的凶手 他来到了周英不知好的事务所 看到了墙上周英贴上去只收1000元委托费的单子 于是往旁边的瓶子里放了1000元 这一刻他再也忍受不住失去挚爱的痛苦 撕心裂肺地大哭了起来 而就在这时老金看到了周英之前发过去的传单 所以主动跑上门进行咨询 千律师强忍着泪泪水 随后戴上墨镜表示自己就是负责的律师 他现在要代替爱人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梦想 也要继续守护周英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事务所 回到现在 恩美一边听着千律师的故事一边喝得有些醉了 再听了罗前辈说完了千律师的故事 他忍不住地大哭了起来 他没想到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的千律师 居然有着这么悲惨的一段过去 看到恩美喝成这个样子害怕他自己回家有危险 于是就给千律师打去了电话让他来负责 再上了车之后恩美还没看着千律师 心里莫名的有些心疼他 第二天一早恩美来到事务所时 就发现老金非常专注地一直在盯着电话 就连自己走在他身边他都没有察觉 等走进了这才看清楚 原来老金是在网上看二手车 因为老金的车实在是个老古董 现在不仅开起来费尽维修费用也不低 他正好找到了一个价格非常低廉的二手车交易市场 所以打算以极低的价格购入一天新的二手车 恩美一看广告就察觉到了不对这么低的价格 而且图片上还放着崭新的二手车 明显就是骗子公司 可此时的老金看着车已经心动了 他缓嘴上一直强调自己以前在修理厂工作 对车十分熟悉 就算有问题他也能一眼看出来 随后便匆匆出门去二手车市场 等到千律师赶到事务所后 恩美将自己怀疑的事情告诉了千律师 千律师也很清楚明显老金这是自己 主动送上门去被骗了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老金已经赶到了交易地点 他还故意穿了一身修理师的服装 表示自己曾经就干过修理工的工作 而且还是律师事务所的事务长 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希望买车给他的男人 最好不要耍花招 老金看了自己在网上相中的那辆车 在试驾之后也觉得性能非常不错 于是决定当场买下来 可这时的卖车的帽子男却表示 这辆车其实有很多问题 有时发动机会噪音很大 有时候车子会十分晃动 甚至还出现漏油的情况 说白了就是不想将这辆车卖给老金 而是向他推荐了另外一名 老金很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好心 告诉了自己车的弊度 然而男人却表示 是因为老金长得像他大表哥 所以他才愿意如实相告 老金这顿时像个傻子一样 感觉男人十分亲切 在稀里糊涂的情况下 就买了对方推荐的那辆车 结果刚开到半路车子就报废了 他生气打电话过去 想要不将车退掉 可对方的老板却直接威胁他 甚至表示车子 是他自己弄坏地拒绝了退款 郁闷的老金只能回到事务所 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千律师和恩美 千律师很明白对方的套路 先是在网上挂上一台叫新的二手车 将人骗过去之后又开始说车的弊端 随后再表示再展现出一种诚实可信的态度 向对方推荐有问题的车 千律师决定带着恩美一起去 重新整顿一下这些二手车市场 他再次来到了那个贩卖二手车的地方 然后假装成顾客 当男人将二手车开出来之后 他执意要买这辆车 无论男人说什么他都下定了决心 就连车轮掉了之后 他都能说成是因为喜欢这种复古感 最终男人知道谎言偏偏不下去了 于是选择了跑路 而且律师怎么可能会轻易地放过他 直接一个大棚展翅便追过去 但因为太过激动直接自己把了自己一脚 随后重重地摔倒在地 而这时看起来是千金大小姐的恩美却发挥了作用 他直接一马当先地冲在了千律师的面前 随后捡起了千律师的鞋子便狠狠地扔了出去 最后一击打倒目标 随后的男人才说出了实话 但表示这辆车是真的不能买 如果挂在网上的这辆二手车被卖出去 他会被老板打死的 而千律师也并没有为难他 只是希望男人帮他能够也成为二手车市场的员工 男人无奈只好答应下来 随后便将恩美和千律师带到了老板面前 谎称千律师和美是他的表弟表妹过来 希望老板能赏识给份工作 恩美为了能够混入敌人内部也是做了精心的打扮 老板刚开始并不同意有女生加入他们 可奈何我们的恩美人没嘴甜 三言两语就将老板吼得十分开心 看着恩美的活力满满的样子 老板最终还是答应将他留了下来 随后千律师和恩美做起了销售工作 不过别人都是在尽力地推销车 而千律师却拿着小本本像个领导一样 开始记录公司的一举一动 这时帽子男走过来给他那一本销售的话术 而且还告诉他们工作中的内容 就是利用网上的图片将客户骗过来 随后无论如何也让对方买下车 而就在这时那一群黑衣人从千律师身边经过 千律师立刻假装成肚子疼偷偷地跟了上去 在门口偷听到了这群人和老板聊天 好像在谈论必须筹够一个亿的事情 而且在这时身后出现的黑衣男 却发现了千律师偷听 质问他究竟在这里做什么 好在帽子男及时出面替千律师解了威 晚上几人聚集在事务所商量的 如何应对这次的网络诈骗 千律师想起了白天听到车行老板说 要准备现金贿赂上级 于是他打算和检方合作一起 侦破这次的网络诈骗 而第二天两人再次去车行卧底时 老板直接拿出了一张跑车的招 询问所有人谁能用现在的跑车骗到衣 千律师主动请应表示自己可以 随后他便接下了这个任务 转手就将这辆跑车卖给配合他的名载 而千律师拿到一亿现金 就将他交给了车行老板 随后老板便带着这一亿现金去赴约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千律师早就在现金上 安装了追踪器 一群人正偷偷跟在后面 随后车行的老板便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这里聚集了大批的人全都是经营二手车 而各地老板他们统一有一个大老板 今天就是来汇报工作的 恩美和老金率先赶到了现场 可因为没有后援 他们俩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将一楼唯一的出口堵住 来防止这群人逃走 随后检察官等人也带着大批的人赶到了现场 而这时地下车库里的众人听到了有警察 一时间所有人都乱坐了一团 也顾不上交易了直接开车准备逃走 可当初人开车前往出口时 千律师却开着车直接挡住了他们的出路 看到这一幕这些黑心商家全都急了 纷纷拿着棍子下车准备好好教训一下千律师 好在千律师将车子关紧了 这群黑心商家只能在外面干着急 根本根本就碰不到千律师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大老也顺着楼梯冲向了一楼 准备从一楼的出口逃走 可不料刚出来就正好与前来调查的检察官状了个证证 而与此同时地下停车场内 大量的警察也冲了进来将现场控制住 随后等到这群黑心商家全都落网了之后 千律师才开着车带着恩美和老金三人悄悄地离开 一路上三人有说有笑地回到了事务所 而事务所第二天就迎来了一位新的委托人 男人一身豪华的西装根本就不像是个平民 而且千律师在看到男人后拳头也忍不住握紧 那么究竟千律师为什么会这样呢 时间还要回到周英死之后 千律师为了调查出杀害周英的凶手是谁 每天都将自己关在家里 因为现场留下来的唯一线索就是监控拍下来 当时凶手戴着黑色帽子和口罩的一张照片 前面是仔细地对比过照片上的凶手和可疑人员 而且也曾经去过监狱见过那个主动认罪的男人 他很清楚男人根本就不是真凶 只不过是替人顶罪 千律师给他分析了现在的情况 如果那群他背后的人就算答应给他荣华富贵 等他出狱了之后按照他们的做事风格 也会选择杀人灭口来掩埋真相 倒不如现在选择相信自己 如果自己能找出真凶不但能保他平安 反而可以将他从监狱里救出去 男人思考片刻后最终也是告诉了千律师 自己确实不是真凶只是替人顶包 但真正的杀人凶手他也不认识只是见过一次 如果现在能把照片拿到他面前他应该能认出来 回到现实千律师看到面前的西装囊后 就感觉对方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随后两人坐下来开始谈事情 千律师询问男人就要咨询什么 而西装囊则是交给了他一个文件带 表示是一些陈年旧事 毕竟做大事的人总会沾上一些肮脏事 如果千律师能将这些麻烦事帮他解决掉 那么钱不是问题 千律师似乎对这个男人做的肮脏事很好奇 但为了不引起男人的怀疑 还是假装成不在乎的样子 表示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从来不接这种案子 在等到男人要走时 又表现出一种事务所很窘迫有钱必须赚 随后两人再次坐下来时 千律师向男人要了身份证 可男人对此好像十分谨慎 而千律师在接过照片后才知对方名叫丧彪 随后就将身份证交给了恩英让他去服役 而此时的丧彪也注意到了墙上一千块钱的委托费 他觉得很有意思询问千律师是不是真的 千律师表示确实如此 他们律所只收一千块钱 但和其他平民不同的是 对这次他对丧彪表示的是每一秒一千块钱 算下来的话一个小时就是三百六十万 但丧彪对此次毫不在意 钱多少钱少在他这里都无所谓 只要能将事情办成随后 随后恩美也将身份证还给了丧彪 千律师表示自己要先看一下档案 随后再会和他取得联系 然而等到丧彪走后千律师却站在二楼 一直在注视着丧彪 而这时恩美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刚刚复印丧彪的身份证上面的照片 竟然打印不出来 回想起刚刚丧彪的眼神 千律师好像意识到了什么急忙地追了出去 可最终还是晚了一步 而与此同时恩美也根据丧彪身份证上的信息 查出来电话和地址全都是假信息 等到千律师回去后恩美和朗金都十分好奇 千律师为什么会这么激动还要追出去 而千律师不想告诉两位 其实是自己怀疑对方是杀害女友周英的凶手 而是谎称这是他之前见过的一个骗子 但千律师是奇怪的行为和失魂了一样的表情 还是让恩美察觉到了不对 他回想起了之前罗前辈和他说 千律师一直在找凶杀害女友的凶手 所以大概也猜到了什么 于是晚上到晚上时他偷偷跟随着千律师 想要看看他究竟在做什么 却没想到被千律师发现差点将他吓死 随后两人便坐在了路边摊 千律师又点了一份当年女友周英喜欢吃的鱼 但千金大小姐的恩美根本见过这种东西 于是改换成千律师耐心地教他 最后千律师还细心地直接喂给了恩美 可明显千律师并没有那么好心 而是为了捉弄恩美 但恩美却没有和他计较 他提起了自己马上就要实习期结束离开了事务所 在这段期间很感谢千律师是对自己的帮助 也在他这里学习到了很多 但他很狠想帮助千律师 他清楚千律师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 所以想要帮助千律师一起找到凶手 可听到这个话题千律师却变得严肃了起来 他表示这件事情和恩美没有任何关系 他也帮不上自己什么忙 说完便起身准备离开 可这时的恩美却说出了 要帮助千律师找到凶手是他的梦想 因为曾经千律师也答应过他 一定会帮他实现梦想 所以现在恩美很想知道千律师的故事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检察院这边 也接到了一个新的案子 山形集团的崔代表被发现死在了车里 现场看着样子像是自杀 但案发现场的监控里却拍到了一幕 同样戴着黑色帽子和口罩的男人曾经出没 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事情没那么简单 而这个崔代表也是之前和金老头一样 和韩式集团有过资金和秘密往来的人员 可就当明仔和罗前辈等检察官们 准备进一步调查时 上面的高层又强行勒令几人停止进行调查 而第二天为了能够帮助千律师找到那个嫌疑人 恩美三人只能通过对丧彪的印象画出他的肖像画 不过从老金和千律师这功底看起来 估计他们这辈子都找不到人 好在恩美的话记载线很快就根据自己的印象 画出了丧彪的肖像 三人拿着肖像画一起去监狱和男人确定 在确定了凶手就是图片上的丧彪后 几人询问他是在什么地方见到的凶手 而男人也表示当时他是在山市农场那边的赌场赌钱 输光的欠了高利贷 所以被追战人调了起来要将他用火烧死 而被丧彪救了下来所以才被破莱当的TV娘 随后三人又根据男人提供的山市农场找破局 在确定了赌场的位置后 三人假装成客人混了进去 结果等到进去时才发现里面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这里不仅有排行赌局 还有各种游戏进行赌 整个场地都做成了一种街区的样子 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游乐场一样 千律师觉得为了能够让人不引起怀疑 三人也要融入到这种环境之中 之前千律师已经将律所存钱冠里的所有钱全拿了管 并将他们全都发放给了恩美和老金二人 自己只留下了一张 随后三人便开始分头行动 去体验这种前所未有的快乐 老金和恩美在各种游戏之前玩得不易论活 而与此同时的千律师也来到了一个鱼齿旁边 这里为了许多人都纷纷下注 猜测小鱼会向哪个区域游动 而靠近后的千律师一眼就看到了男人手上的小动作 于是趁机将自己唯一的一千块钱放在了那个区域 果然最终小鱼游向了千律师下注的方向 靠着细心地观察千律师屡战屡胜 很快就有许多人纷纷跟着他一起下注 而反观老金和恩美那边情况并不是很好 没过一会儿老金就输掉了手上全部的现金 而恩美也只剩下了两张 但这时他们却听到了一群人围在一起起火 走进了这才发现原来是赌神附体的千律师 只要他将钱放在哪个位置 小鱼都会跟着游到那个位置 而且没把握这样 很快他的举动都引起了赌场老板的注意 老板派了一群人直接将千律师三人请到了办公室 三人立刻摆出一副不好惹的架势 面对对方老板也是丝毫不怕 老板还以为今天遇到了硬差 只想花钱将这三尊大佛赶紧请出去 可千律师对于拿钱收买这一套 立刻表现出一种很生气的样子 表示自己根本就不在意他这点钱 如果想让几人出去也很简单 就是帮他找到画像上的这个男人 赌场老板接过之后看了很久 这才想起来这个男人三年前 在他赌场里帮助了一个欠了五亿的男人还清了欠款 后来就将人带走了 他也就只见过那个男人一面 而且对方是主动要求还欠款的 所以他没有理由拒绝 但至于上次那件事情已经是三年之前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男人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 只是通过一通电话介绍过来的 而让千律师没想到的是 这个中间打电话的人还是一个老熟人 此人正是他之前当检察官 调查韩氏企业洗钱的炼条哥 而且这次炼条哥也是充当中间委托人的角色 他平时也只是收钱办事 那个男人说什么他就帮忙去做什么 这种肮脏的事一般很少有人打听 而且这个男人的前几天还找过他 当时递给了他一堆资料 让他去找一个叫做金老板的人 阻止他去参加一场活动 所以他就根据男人的安排在路上制造了交通意外 想要拖延了金老板去参加活动的时间 可当时手下的小弟都已经完成了布置 这个这位雇主又打电话过来取消了行动 他当时也是一脸猛逼 后来也是几天后看新闻发现了 这个所谓的金老板其实是一个基金会的代表 而且被人查出有违法行为时就死了 最后千律师又询问了当时金老板是要去拿炒强动 而炼条哥则是拿给了他一个情节 上面赫然写着韩氏集团的私人晚会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检察院 虽然高层阻止了明仔等人继续调查崔代表自杀的事情 不过明仔还是私下偷偷去了一下案发现场 在那边还发现了一个猎户偷偷拍摄动物的一个监控 拍到了当时案发现场出现神秘男人 还有附近国道上男人驾驶黑色车辆离开的画面 随后根据车牌号明仔还有罗前卫 就开始四处走访和调查了该车辆 发现这辆车已经在一个室外停车场放了三天 而且还是一个非法使用的套牌车 于是两人就蹲守在了那片停车场 决定等着嫌疑人自投罗网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明仔出去上厕所的功夫 嫌疑人竟然真的出现了 无奈罗前卫只能自己开车先追上去 可在拐弯是不小心出了车祸也跟丢了 不过他好在在男人停车的地方 他们也发现了和谦律师获得一样的邀请函 另一边拿着邀请函的三人又回到了事务所 分析种种迹象都表明 凶手和这个韩氏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韩氏集团一定有着什么不可见人的意义 他们只有去了这场聚会 才能调查清楚后面的线索 老金觉得参加这种上流人士的聚会 必须穿得高档一点 想要找谦律师接一套西装 而且谦律师却表示 他们就应该以最自然的方式出现 于是在聚会当天 所有人都开着名贵的豪车 只有他们开了一辆破旧的面包车 当工作人员将他们拦下时 也是直接掏出了邀请盘 可毕竟是参加高档人士的晚宴 三人还是做了精心的打扮 随后在进入会场后 三人同时打开了手机 今天的目的就是 一定要找到这个画像中的男人 可行动还没开始 恩美就遇到了自己的母亲 随后便被母亲强行拉着去相亲 而且律师和老金则是分头 开始寻找画像上的丧标 与此同时同样拿到邀请函的 明仔和罗前辈 为了找到嫌疑人也来到了往会现场 两人在对完照片后 也开始了分头行动 明仔通过望远镜 看到了自己的女神恩美也来了 但此时她的身边 还站着一个陌生男人 而且此时恩美的母亲 这让她瞬间感觉心碎 但恩美根本没心情搭理身边的这位 三言两语就打发了对方 然后快速去会场开始找人 而此时的谦律师则是第一时间找到了 自己最想见到的那个人 随后偷偷跟着丧标竟然发现 丧标对着白家老头竟然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一幕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随后她偷偷躲了起来 等到白老头离开后又跟上了丧标 看到这个面前曾经害死自己爱人的凶手 老谦直接拿了一把刀便决定去报仇 她混在人群里紧紧地盯着丧标 眼神凶狠地朝着对方走了过去 而此时的丧标也好像意识到了危险 但等她转头看过去时 千律师已经离开了现场 只留下了地上的一把刀 最终千律师还是克制了自己的冲动 她知道双标背后一定还有指使她的人 她要调查清楚这一切才能为女友报仇 而此时的恩美已经调查清楚了丧标的身份 原来丧标曾是韩式集团总裁的秘书 而此时台下传起了一阵轰动 原来这次韩式集团幕后真正的老板 也就是韩式总裁终于选择了露面 这位平时所有人都见不到的大佬竟然会出现 原来今天的这场活动是一场拍卖会 而压轴的大力就是 能够拍下和这位韩会长一起共进午餐的机会 起拍价格是1000万 很快价格就被抬到了5000万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价格一定是 人群里居然有人喊出了一一 所有人都朝着这个声音看了过去 而拍下这顿午餐的居然是千律师 原来当这位总裁出场说话是千律师就听出来了 给父亲打电话的那种匿名神秘人 也就是说是这个男人在背后操纵着一切 而这位总裁在看到千律师出现在往回现场时 表情立刻从微笑变得阴冷起来 随后当丧彪来到了自己心意的办公室时 却发现千律师早已在此保护多事 千律师话语话外都在透露着 是丧彪杀了自己的女友周英 而眼见已经藏不住的丧彪立刻决定杀人 他从自己的衣服里拿出了刀子便冲向了千律师 却没想到千律师也也是练武的高手 随便拿起了一本书本就足以让他毫无招架 随后千律师三两下就将丧彪放倒在地 他用手捂着丧彪的脸 确定了他就是杀害周英的真正凶手 而他手中的那把刀正是凶器 伤害自己爱人的凶手就在眼前 老崔狠狠地举起刀子便决定结束丧彪的生命 可最后一刻他还是停住了手 因为他想起了周英在死之前和他说 不希望他永远活在痛苦之中 所以他愿意听同周英的话选择放了丧彪一面 而通过这件事情回到家后 千律师也梳理了所有的线索 明白了这背后的英文 原来操控这一切的都是韩式集团的总裁 而白家的老爷子和丧彪都是听命于他 他本来已经做好了准备向这些人复仇 可想到自己手底下的恩美 也曾是白家老头的亲孙女子让他有了顾虑 于是第二天当他来到事务所后 他告诉了恩美和老金 自己不打算再出席那场拍卖下来的午餐 声称是自己没有准备好 然后他问了恩美一个问题 他希望完美能够郑重其事地回答他 如果他最尊敬的人做了他最厌恶的事情 那么他会怎么做 恩美根本就没有听懂他的意思 不过还是非常严肃地告诉他 如果换成是自己的话 他做不到和千律师那样 也无法想象自己能不能挺过来 他还以为是千律师无法忘记过去 没有从那段痛苦中走过来 还不断地安慰他 可千律师只是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随后便将自己的墨镜戴在了恩美的脸上 表示自己有事要出去一趟 此时的恩美和老金还没有意识到千律师的异常 而这这就是他们和千律师最后一次见面 随后千律师去礼拜了自己的爱人 而此时的老金也收到了千律师是发来的告别信 意识到情况不对他急忙回到了事务所 可此时事务所里已经不见了千律师的身影 等到恩美来到之后 他也发现了千律师给他留下来的一封信 就这样千律师选择了不告而别 很快过去了一年了 恩美也重新回到了白家事务所 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律师 工作上认真负责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疲务 但自从千律师不告而别后 他就没有了那种最轻松最自然的笑容 千律师养养于打扫打扫卫生 两人想起了千律师的不告而别 心里也说不出来的悲伤 恩美虽然是经常忙着工作 但时不时也会打开那张曾经三人小律所的照片 想念和千律师一起工作的日子 而作为检察官的名载也辞掉了检察官的工作 成为了一名白家律所的律师 晚上恩美和罗前辈一起来到了路边摊喝酒 他吃着千律师最喜欢点的小鱼干 开始和罗前辈吐槽起了千律师这种不靠谱 居然选择不告而别真的非常不负责任 想着想着他就不禁地开始哭了起来 随后他戴上了千律师曾经送给他的墨镜 而与此同时的千律师却在法国悠闲地喝着他 晒着浪漫阳光欲小日子过得十分的滋肉 但一转眼又来到了韩国的一个村庄 原来他所在的地方只是韩国乡下的一个法国村 他在这里当着律师 而且还是只提供法律咨询不出庭的那种 他向乡下的老头老太太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但奇奇怪怪的行为也让很多人 开始怀疑他是个骗子 毕竟哪有律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还不收钱 为了自证清白千律师找人打印了一张自己的海报 随后给众人讲起了自己之前胜诉的各种案例 或许是他的话真的起不作用 一位老太太在千律师演讲之后主动找到了他 表示自己的儿子被检察院的抓了过去 希望千律师能替他跑一趟 将信件的内容交到检察厅 他的儿子不会是犯错的那种人 看到老婆婆恳求他的样子千律师也不好拒绝 只能答应他改日给给他上交到检察厅 让老婆婆先回家等候 随后回到家的千律师便打开了那封信 里面的内容再次提到了韩氏集团 而千律师也上网查询了韩氏集团的制药公司 结果发现都是因为药物起负作用 而研究人员被抓的新闻 这让千律师意识到了 如果自己这样再放任不管下去 可能还有更多的人会因此而遭到迫害 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又卷起了小卷发 戴上了那熟悉的墨镜穿上了小西装 去检察厅帮助老奶奶提交资料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刚刚打完一场官司的恩美 正在被追求准送花不经意地抬头 竟然他发现了一个最熟悉的声音 不敢相信的他立刻追了上去 在确定了对方就是千律师之后 恩美及时地叫住了对方 可此时的千律师却选择了揣着明白装服 假装不认识恩美 两人就这样你追我敢在检察厅内 上演了一场猫和老鼠的追逐赛 最终千律师还是落在了恩美手上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老金在听说 不告而别的千律师还有脸回来 于是也找得过去 先是恩美拿着追求者送的花 便狠狠地抽在了千律师的身上来撒起 随后刚刚收完恩美的怒火之后 又挨了老金的一记拳头 打完之后三人又转着来到了路边摊 两人很不理解千律师为什么选择不告而别 而且律师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故意 他已经确定了背后的主谋就是韩氏集团总裁 但他不想让仇恨蒙蔽双眼渐腐蚀她的心 所以他选择不告而别 只是想想让自我调整一下 而且在离开时 他也将事情全都写在了一封信上交给了恩美 果然第二天恩美在打开信时发现里面还有一封 这一刻他也选择原谅了千律师 而隔天千律师又来重新回到了那个熟悉的事务所 这次他不再伪装身份 直接一次性付清了所有欠房东的房租 看着浴缸里被精心呵护的消息 他知道恩美和老金都一直在抖着他的回归 这一次他要维持心里的那份证明 决定毫无顾忌地开始了自己的复仇 随后三人放平心态重新坐下来商量如何应用 千律师再次向两人提出了重回律所的请求 刚开始恩美对此很不信 心想前千律师为什么说走就走 现在说让他们回来他们就要乖乖听话回来 千律师郑重其事地向恩美道歉 确实是他没考虑清楚 恩美选择了原谅他两人抱在一起盯视前嫌 重新回归后千律师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找到了已经身为了副总的丧标 直接向他宣战表示自己已经回来了 警告对方最好老实一点自己会一直盯着他的 甚至在离开时还能和丧彪开玩笑 从丧彪的办公室走出来之后 恩美询问千律师为什么现在对待仇人 竟然能这么心平气和 千律师则表示自己已经有把握 会让这群人人受到应有的处罚 随后事务所三人便来到了监狱探望那个定罪的男人 凭借着三人连哄带骗的能力 三人成功地说服了男人重新申请调查周英被杀的案子 而且否认了自己是凶手的证词 随后千律师也直接不装了 将老金和恩美带到了自己的别墅 老金猜测过千律师可能是个富豪 但没想到他家竟然这么大 而恩美却注意到了千律师 玻璃上贴着关于自己爷爷的照片 看到了恩美一样的表情 千律师立刻将上面的白老头的照片拿了下来 并表示周英被杀的案子绝对和白老头没有关系 这才让恩美放心了下来 原来在他回来之前千律师就主动去找过白老头 从和白老头的交流中 白老头对之前见过丧彪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从谈话中他也可以知道 白老头并没有参与到这些案子之中 他是一个正直的律师 随后千律师公开了自己这么多年调查来的所有线索 他拿出了一打资料交给恩美 上面的监控拍摄得很清楚 当时在案发现场丧彪曾经出现了 而替丧彪顶罪的男人案发时明明人就在酒吧 有了这份证据就可以证明背过男人无罪 但签的是很清楚光靠这一份证据还不够完善 而且现在提交这一份证据的话很可能不具备效率 他决定用这份证据来引出丧彪 随后他便直接拿着证据的照片去找到了丧彪威胁他 但千律师是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只是在每一次丧彪出戏公众场合时 他都会出面搅局 假装和丧彪非常亲密的画面 而让记者和恩美等人拍下两人亲密的证据 随后又将这些照片发给了他背后的老板 让这位总裁误以为丧彪已经将所有的事情 全都告诉了千律师 就算是这位大佬愿意相信丧彪是被冤枉的 但他让他受到了危机 像他这种人很清楚只有死人的嘴才是罪眼的 人 那就在当天晚上韩会长就给丧彪打去了电话 质问他照片是怎么回事 但无论丧彪怎么解释 都已经引起了韩会长的怀疑 为了能够自证清白 于是他半夜偷偷潜入了律师事务所 偷了一份关键性的证据并以此作为成 让韩会长再相信自己一次 他很清楚现在之所以签律师能证了 理直气壮地站在自己面前 就是因为他手里掌握着那个监狱里的男人的证据 但只要这个男人一死 所有的事情都查无此证 于是他趁男人生病被带到医院时 伪装成医生偷偷潜入了病房 向男人的药物里注射器里注入了致死的药物 很快病房里的男人就出现了异常 医生急忙前往病房进行抢救 而此时的丧彪也选择了溜之大吉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切都只是签律师给他下好的套 早在自己放出消息的那天晚上 他就知道丧彪绝对不会坐以待遇 现在丧彪故意杀人的事实已经被监控拍了下来 只要现在将这些信息发布到网上 丧彪就会以杀人未遂的罪名被逮捕 很快新闻一播出去之后 不仅丧彪看到了新闻 就连背后的大老行会长都看到了 于是他给丧彪打句电话 让他到了指定地点码头 表示要给他安排逃跑路线 可明眼人都很清楚 他这就是要杀人裂口 只有丧彪傻乎乎的还选择愿意相信 等他赶到时一群杀手已经将他包围 丧彪意识到事情不对于是拼命反抗 随后找到机会撒腿就跑 可此时身后追着他的杀手已经越来越紧 好在关键时候千律师及时赶到 救下了他的狗命 而千律师早就料到了事情发生的一切 他之所以让丧彪陷于险境 就是让他看清楚背后的大老已经彻底将他抛弃 现在唯一能够活下来的方法就是认罪 在千律师的洗脑下 丧彪也承认了所有的罪责 并且周英确实是他杀的他愿意去警局自首 而当时之所以要杀了周英 也是因为周英意外拿到了一份绝密文件 至于他父亲金老头的死 是一位金老头牵扯到了一些韩氏制药集团的秘密 而这韩会长也收到了丧彪逃走的消息 于是给他打去了电话 可他没想到的是接起电话的人居然是千律师 千律师是没等他废话便直接挂棒 他知道以韩会长的性格此事肯定结坏 一定会再打过来的 结果和他猜测的果然一样 韩会长果然坐不住又打来了电话 这次千律师决定自己亲自去会议回这背后的大楼 而在赶过去的路上他收到了恩美的电话 原来恩美也已经进入了爷爷的办公室 在爷爷的暗示下他成功地登进去了秘密账户 在里面发现了千律师父亲和韩氏集团的秘密 原来韩会长一直想要壮大韩氏企业的制药公司 所以他们需要法律政策放宽对麻醉剂的用量 因此四处贿赂有关的高官和政党 而千律师的爸爸就是其中的一员 得知实行后千律师直接来到了韩会长的面前 当面说出了刚才恩美和他告诉他的一切 可面对千律师的指证 韩会长明显非常小心和谨慎 不愿意说出任何关于自己杀人和犯罪的事实 这也让千律师身上的摄像头 根本拍不到任何有利的证据 从韩会长那里出来后 千律师拿到了恩美从爷爷拿里的绝密文件 上面全都是制药集团违反犯罪的证据 以及韩会长贿赂的高官名单 现在只要拿着手中的证据 和当年父亲手里的那个秘密账本进行对比 就算是掌握了这群官商勾结的有利证据 可当年金老头手上的秘密账本早就已经消失不见 而且当时在父亲出事的第一事件 千律师就赶到家里去寻找过也没有找到 而就在几人不知所措时 这时一旁的丧彪却开口说了 原来当年他去过千律师是父亲家里 偷一份绝密文件不过原件他已经交给了韩会长 而复印件他藏在了自己家的通风管理 千律师也没想到丧彪这里还能掌握关键性的证据 于是立刻派老金过去拿了这份绝密文件 在对比后确认了两个账本是完全吻合的 现在只要韩会长亲口承认自己杀人的事实 等待他的就只有牢狱志在了 现在就只差这最后一步千律师很明白 这次只能自己亲自出马充当鱼儿 才能钓出这条背后大鱼 于是第二天他将所有搜查过来的资料 全都发布到了网上 韩氏集团制药厂存在违规行为 以及勾结政商官员 还有买凶杀人的罪名全都放了出去 一时之间引起了社会的轰动 而另一边他又让丧彪再次给韩会长打去了电话 上演了一场反水大戏 可韩会长也不傻不会这么轻易地就相信桑彪 而桑彪则表示自己会带一份关键性的证据 并且会将千律师骗过去任他处置 果然鱼儿够大就能钓到大鱼 韩会长果然上罢 于是当天晚上就带领着自己的手下包围了整个码头 不仅拿到了那些对他不利的证据 甚至还将千律师恩在地上打了一顿 韩会长以为自己胜券在亡 所以大发慈悲在千律师死之前将所有的真相告诉他 当年他父亲自杀是因为收到自己的电话 自己拿他的命来要挟他的父亲 所以才逼迫他父亲跳楼 而周英也是自己派丧标杀的 因为他不小心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 所以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千律师胸口上的摄像头已经录下了所有的证据 果然最后的大佬都是死于化堆 虽然现在千律师拿到了证据 但他舍命将自己是当成鱼儿来掉这条大佬 也就意味着他很可能性命不保 千律师趁着韩会长不注意事偷袭了他 随后便趁机撒腿就跑 可不料背后有人放冷枪 千律师被打中掉进了海里 而韩会长为了以绝后患还朝着海里打了几枪 不知道千律师是生事死 但他的计划确实成功了 第二天韩会长自己主动承认杀人的视频 便播放在了检察院高层领导的面前 就算他们现在在想维护这个大佬 面对摆放在面前的证据 他们也已经回天法术 而等待他们的也最终只有法律的审判 最终韩会长被以杀人的罪名代表 被判处无期徒刑 他的公司也要接受更加权威和公正的检查 现在就只剩下那些和韩会长勾结的政党高官 而且在这时出现了一个特约的检察官 负责了整件案件审计和调查 没错他就是大难不死的千律师 时间转眼过去了三个月 千律师是完成了所有的调查和审计 也将那群和韩会长勾结的政党高官 全都送进了监狱去陪他 随后千律师再重新回到了事务所 继续做回了他的千元律师 他也终于明白了周英设立一千元作为我的托费原因 这一千块钱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个数字 他还代表着那些曾经帮助过和爱过的人 他们心里的价值 而为什么要收一千元 是因为一千元已经代表了我们帮助其他人的心意 所以他还要继续做着千元律师的工作 无论日后社会如怎么变化 他们收受一千元的决心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无论你身处何时何地 只要你有需求千元律师就算是坐船他也会打到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番茄哦